第九百二十一章强大的半神镜 哼 莽龙族 听到莽龙族少女的话 那具受形态的火焰之上 那人再次横声道 擅闯我阎族部落 不管你真是莽龙族 还真是邪恶的山巫族奸细 待本统领拿下你们 再用极燕之火拷问 量你们什么实话都说 到的现在 看来阎族部落这人 气势汹汹冲过来 看来是非要一战了 如今被这些阎族部落的人包围 每个方向都有一名九星帝级的强者坐镇 前方更有那阎族半神镜的强者 自己要想冲杀出去 基本是不可能 但是要让自己束手就擒 任凭冲过来这人肆意揉捏的话 这根本不是石峰的作风 右手之上 金色剑芒闪耀 原本化为剑文的九星帝级战兵天妖剑 再一次出现在了石峰的手中 面对着纳巨兽形态的火焰越逼越近 炙热的火焰高温迎向扑来 石峰一声低喝 九幽 灭天剑 随即间 石峰一剑横斩而出 用的还是它这最强的杀招之一 九幽剑法第九世 九幽灭天剑 一剑斩出 前方大片空间震荡 如海浪般翻滚 呼啸 仿如幻化为了无形的大海一般 拥有着强大的吞噬 毁灭之力 这股力量 看我如何破支 就在这时 那奥利于巨兽形态烈焰上的那名炎族强者 身形还在随着火焰巨兽急速奔腾 朝着石峰急速接近 当它感应到石峰展出的那一件力量之时 不但没有半点退却之星 熊熊燃烧着烈焰的身形 反而直接从那巨兽形态的火焰上俯冲而下 以更快的速度 朝着那奔涌而来的九幽灭天剑力量接近 炎沙 急速俯冲而下 熊熊燃烧的烈焰火燃 爆发出了一阵犹如愤怒般的大鹤 同样熊熊烈焰跳动的双手 紧紧地扣在一起高举 然后朝着斜下方 猛然轰拍而下 顿时间 熊熊燃烧 仿佛可焚尽世间一切的磅薄烈焰 被炎族这名强者轰击了出来 汹涌滚滚的火海 朝着石峰发动的力量奔涌 熊熊燃烧 奔涌的狂暴烈焰 如果仔细望去 会发现它好像形成一个巨大的沙子 不仅散发着炙热 能燃烧一切的高温 还散发着浓烈的沙气 此招 正是炎族部落的绝技之一 炎沙 紧跟着 两股无比强大 都拥有极强毁灭之力的力量 猛然相撞在了一起 令得这片天地 顿时变得更加的狂暴 石峰一招九幽灭天剑发动后 便见得对方发动了一招烈焰汹涌而下的攻击 感受到对方发动的力量后 石峰嘴角勾起 露出了冷然的笑意 你难道 哼 本作以九星帝级战兵发动的这招最强剑技 岂是你等所能抵挡 毁灭吧 而就在石峰话刚说完 那边发动熊熊狂暴烈焰的炎族强者 突然发出了难以置信的大声惊呼 这 怎么可能会这样 在九幽灭天剑无形的力量之下 炎族强者发动的狂暴烈焰 瞬间变得蓄乱不闻起来 紧跟着便被无形之力给冲得溃散而开 失去他原有的火焰之力 在这我炎族部落的领地 炎热的气息 可令我的力量更加强大 我炎族的杀招绝技炎杀 强大无比 同样为九星帝级之境的强者 我的权力一级 竟然会不及他 全身烈焰熊熊燃烧的炎族强者 杀招被那无形之力给吞噬 心中难以接受 身上燃烧的烈焰 因为他此刻的心境都变得蓄乱 仿如在遭受着狂风吹打 要即将被吹灭一般 而这时 石锋发动的无形力量 还在朝着前方狂猛翻滚 奔涌 眼看便要席卷在那炎族强者的身上 哼 原来是个空有境界力量 却是心智不稳之人 如此打击 便失去了斗志 任我宰割 这样的武者与我一战 胜败已然注定 石锋望着前方那失去斗志 失去战役的炎族强者 满是不屑地说道 如此武者 石锋自然对他不屑 他发动的攻击 不过被石锋的攻击给击溃了而已 他便丧失了战役 任有九幽灭天剑后续的力量 冲击到他身上 而就在那股无形之力 即将冲击在炎族强者身上之时 愚蠢 那道威武无比 仿佛来自上苍的喝声 再次响彻而起 而听到这道声音的石锋 面色旋即一变 旋即露出了凝重之色 而也仅是那一道声音 那九幽灭天剑 那即将冲击到那炎族强者身上的无形力量 竟然突然消失不见 消失地无影无踪 就好像从未出现过这片天地间一般 仅一道声音 仅一个意念 竟然被迫去自己全力发动绝强的一击 这就是自己曾经一直追求的力量吗 这 就是在天恒大陆传说已久的神级之力 在这个莽荒大陆 仅被称为半神的力量 见识到半神的玄奥及强大后 时封已知 如今入这炎族部落的领地 想要靠自己冲杀出去 那是不可能的了 以自己的力量 就是逃脱都不能 那人想要自己的性命 只需一个意念而已 九星五帝与半神境界 虽然只有一步之遥 但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境界 未入半神境界 永远不会明白半神的强大 跟着 一道身形突然显现在了时封的身前 无声无息 来者是一名面容肃穆 透着威严 有着黄者气势的中年男子 此人静静地悬浮在时封的身前 什么都没有做 便令时封感觉到了一股强大的威压 时封早已知道 他便是炎族的族长 那半神境界的强者 仅仅一个瞬息之间 他便从百米之远 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了自己的前方 父 父亲 而就在这时 刚才与时封战斗的炎族强者 见到这中年男子出现在他的前方 沉生一喝 单膝下跪 而下跪的同时 他身上燃烧的熊熊烈焰 旋即全树倒卷回他的皮肉之中 消散不见 显露出一道年轻强壮的身影 及年轻刚毅的脸 却没想到 此人竟是炎族族长之子 炎族族长面容淡然 缓缓开口 炎伦 你的境界 乃是用资源堆积而来 看来 终究是缺少战斗经验 炎族族长虽然是在对他身后的儿子说话 不过他的目光依旧是淡然望着前方的石峰 第922章不愿认命 炙热的炎族部落上空 单跪半跪半空的炎族族长之子炎伦 听到父亲的话后 连忙说道 父亲 轮人今后定然会在家努力 今后定然不会再让您失望 炎族族长有三子 哥哥都想日后继承炎族族长之位 炎伦不想就此在父亲心中失望 原本有外人到来 炎伦出头 是想在父亲面前表现自己 却没有想到 不但没有得到表现 反而在这可让自己力量更加强大的炎族领币 败在他的之手 不但让炎伦在炎族众人眼中颜面尽失 还被父亲说成缺少战斗经验 这人 都是这人 竟敢败我 让我丢脸 我炎伦发誓 总有一日 一定要将他给狠狠撕碎 以谢我今日心头之恨 炎伦抬头 望着前方的石锋 在心中狠狠说道 这时 面色淡然 气势如皇者一般的炎族族长 目光依旧一直停在石锋的身上 跟着 再次缓缓开口 淡然道 你很不错 连继轻轻 便有如此的力量跟胆破 不得不承认 你的天赋 比我这个儿子要强上太多 父亲 当听到父亲 说这人比自己要强上太多之时 炎伦满是不服地出声道 炎族族长没有理会炎伦 继续望着石锋 继续说道 不过 你如果真是山屋的奸细 那么日后 将会是我炎族部落的威胁 所以不管你是与不是 今日 你都必须死 就在炎族族长说道死这个字时 顿时间 石锋突然感应到 一股无形强大的力量从天急速而降 朝着自己压了下来 自己的身体都已被那股力量锁定 竟然根本无法动弹 等待的 只有在这股力量下的毁灭 豹族长 外面有俩人自称为 莽隆族的大统领跟三统领 说是有要事求见 就在这时 石锋身后的不远处 突然有一个炎族战士大声喝道 网隆族 炎族族长面露疑惑之色 一声嘀喃 而就在这时 离石锋后方不远的 网隆族少女 连忙开口喊道 是大统领跟三统领 炎族族长 我们真的不是邪恶的山巫族人 如今大统领跟三统领来了 他可以证明我们 你们真是 网隆族 听到那少女的话后 炎族族长的目光再次望向石锋 淡然的面目上 双眉一拧 他们炎族与网隆族打过不少次交道 这个少年 不管他的身着 还是他的修炼 还是他所施展的战绩 没有一点属于网隆族 不过 炎族族长还是心念一动 那向着石锋压下的力量旋即一收 顿时间 石锋只觉刚才压下的力量突然消失 整个人都是跟着一清 半神静的力量 竟然让自己一丝反抗的力量都升不起 这 这种感觉 这种生死完全掌控在别人手中的这种感觉 令得石锋感觉到非常的难受 压抑 我 我一定要变强 我要再突破 只有本座掌控别人的生死 不能让自己的生死让他人决定 炎族 炎族族长 石锋左拳紧握 右拳紧紧的捏着手中的天腰剑在轻颤 冷冷地望向身前的这炎族族长 这时 炎族族长开口 对着那来禀报的炎族战士道 让网龙族的俩人过来 是 炎族战士一个应声 跟着便转身 身化烈焰 急速破空而去 网龙族知道这里是炎族部落的领地 所以跟石锋擅闯而入不同 他们要按照炎族的规矩 进行禀报 待得到炎族部落同意后 他们才可以进入 不然擅闯炎族部落 定然示范了炎族的规矩 就跟外人擅入他们网龙族部落一样 很快 炎族离开那名战士 破空飞回 而在他的身后 跟着两名妖蝉大蛇 身材壮硕的壮汉 正是网龙族的两位统领 大统领莽达 跟三统领莽刚 见过炎族族长 莽达跟莽刚到来之后 一见到炎族族长 双手成拳 交叉放在胸前 身体微微躬身 以莽荒大陆敬重的礼仪 向着炎族族长行礼道 虽然他们俩人一来 便见到石峰 以及被石峰拐走的 莽龙族少女小米 但是首先要做的 还是要先向炎族族长行礼 好了 我们炎族与你们 莽龙族 曾经结地过兄弟之盟 对抗过邪恶的山巫族 我们两族早就一家 不必如此多礼 炎族族长开口 对莽达跟莽刚道 跟着 炎族族长在望向石峰 跟莽龙族的那少女 开口道 这俩人 你俩人可否认的 大统领 三统领 莽龙族少女 这时连忙朝着 莽达跟莽刚喊道 莽达跟莽刚没有转身 莽达便对着炎族族长道 这女子 是我们莽龙族的女子 今夜这来历不明的男子 擅闯我莽龙族部落 将我族这女子给劫走 我们之所以追入您的领地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 哦 听了莽达的话后 炎族族长轻握一声 道 那么说 你们也不知道这人来自何处 是的 莽达点头 我们正怀疑 此人所修炼的秘法与他的战绩 极为诡异 我们曾经根本不曾见过 很有可能 来自那邪恶诡异的山巫族 我也正怀疑此人 来自于那山巫族 炎族族长唯唯点头 跟着说道 不过也不管他是否来自山巫族 为了我们部落日后的安宁 现在 便将他除去吧 炎族族长盛名 莽达跟莽刚 听到炎族族长的话后 同时点头应声道 而就在炎族族长最后一句话响起之际 石锋顿时感应到刚刚消失的那股强大的无形之力 再次在他的上方悄然出现 将自己的身体给锁定 石锋族族再次感应到了那强大的威压 这一刻就连呼吸就连微微动弹都变得异常的艰难 然后那股无形的力量朝着自己猛然压下 啊 顿时间 一道仰天痛嚎 从石锋的嘴中喝喊而出 石锋因那剧烈的疼痛 面目变得猙獰无比 这一刻 感觉自己的整个身躯 都即将被那股无形的力量 给彻底避捏碎 第九百二十三章道 肉身仿如即将被那股无形的力量给压碎 在痛苦哀嚎中的石锋脑海中浮现了一句问自己 我就要死了吗 不 我乃九幽大地幽明 我已经死过一次 我怎能再死 石锋突然大嚎出声道 因痛苦而变得凶恶猙獰的面目 一下子变得异常的坚定 坚毅 石锋体内的九幽明力不断的运转 来抵挡那股压下的无形之力 垂死挣扎吗 够顽强的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半神之下的人 可以在我的力量下 能够挣扎这么久的 望着在挣扎 费尽一切之力 不让自己毁灭的石锋 阎族族长淡然的面容上 露出了玩味的笑意 看着石锋 他就如同在看待好戏一般 跟着 阎族族长转过头 看向此刻正傲立于他身后的儿子颜伦 道 如果在未复的这股力量下 你觉得你能存活多久 我 我在父亲的力量下 将请客间灰飞烟灭 阎伦如实回答道 阎族族长缓缓地点了点头 然后道 他能活下来 靠的不是他的力量 而是他那不败 不屈的意志 此人 比你还要年少几岁 但是他的心智 却是你根本无法相比 啊 这时 石锋的大好生 再度响彻而起 嗯 还未毁灭 就在这时 阎族族长转向后方的脸上 眉头一皱 露出了惊疑之色 跟着 他的视线 从儿子阎伦的身上移开 转回过头 望向前方的石锋 啊 要想灭我 不 不可能 石锋依旧在大声嚎叫着 而不知什么时候 石锋的身上 突然冒出了一个金色光圈 将石锋的整个身躯 都笼罩于其中 这 这是什么 阎族族长望着石锋身上 显现的那道金色光圈 脸上露出了满满的惊讶之色 这 这竟然挡住了我的力量 紧跟着 阎族族长的脸色再度一变 极度震惊之色 惊呼出声道 难道在我刚才力量的逼迫之下 逼得此人步入了半神境不成 沉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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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族族长刚才不自觉的惊呼声 传入了众人的耳中 紧跟着 一阵又一阵的惊呼之声 不断地在这片天地间响起 因为是半神境强者的话 没有人去怀疑他的真谓 而阎族族长确实感应到 自己刚才压下的力量 被那道金色光圈给挡住 他的认知中 想不到其他的原因去解释 而石峰 其实哪是什么被逼迫 而不入了半神之境 在那股无形之力要将他毁灭之时 他在极力挣扎 接着 那老太爷万物之源的力量显现了出来 万物之源化为金色光圈的力量一现 瞬间将那阎族族长压下的无形之力给挡在外 石峰顿时感觉到压力顿消 浑身上下都是跟着一清 妹妹的 你终于舍得现身了啊 差点就真的再度陨落了 石峰还低着头 样子还有些狼狈 嘴中还在吃力地喘着粗气 望着显现在身遭的金色光圈 低声说道 经过这一年多的经历 石峰渐渐地发现到了 这老太爷 应该是面对神境的力量 或是神境之物 或是昔日神境之物 才会触动 不过不管如何 他也确实多次因为这些而触动了 就在刚才 也应在那半神之境的力量之下 而显现出他的力量 就在这时 石峰抬头 再次望向了那拥有半神力量的阎族族长 而这阎族族长 视线一直急聚在石峰的身上 不曾离开 见到石峰抬头 望向自己 阎族族长右手凝结剑指 一副随意淡然的模样 朝着石峰一指 石峰旋即感应到 自己的身遭 再次出现了强大无形之力 甚至是极度炙热的气息 再次要将自己给毁灭 但是那股力量 再次被万物之源显现而出的金色光圈 给挡在了外头 尽管这金色光圈 发生了如水波被挤压似的波动 但那股力量却始终无法破开 怎么可能 就算他不入半神之境 也不过是刚不入半神之境而已 怎么可能抵挡得住我的力量 阎族族长刚才发动的一击 看似随意淡然 但却是他凝聚全力发动的一击 竟然还是无法将那金色光圈给破开 他的眉头紧紧地皱起 露出了惊疑之色 哈哈哈哈哈哈 而就在这时 石峰望着那阎族族长 大笑了起来 笑道 族长 阎族族长 近日这恩 我是记下了 他日 我定会来此偿还 石峰虽然在笑 但是望着这阎族族长的目光 及那大笑的话语 充满了冷意 想要他幽冥死的人 他必然要毁灭 大笑之时 石峰的身形猛然间移动 只冲上空 随着石峰的身形急速而动 那金色光圈 始终紧紧跟随 令此刻的石峰 看上去如葛会移动的小太阳一般 此子 不能走 就在这时 望着准备离开的石峰 阎族族长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冷喝 身形一个闪动 旋即消失不见 而戴再次现身之上 已经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了石峰的上空 挡住了石峰上冲的身形 右手成长 朝着飞冲而上的石峰压了下去 嘴中轻难道 年纪轻轻 便有如此毅力跟心智 在我的逼迫之下 竟然还拥有半神之力 今夜 你必须死 否则我阎族 将后患无穷 见得如此一个少年 强大如阎族族长这样的强者 心中都产生了忌惮 现在 他已经不管这人是不是那山巫族了 如今仇恨已经结下 必须将它毁灭 彻底除掉祸害 在阎族族长的那一掌之下 顿时间 下方的天空 便为了一片熊熊燃烧的火海 石峰上冲的身形 也是立即陷入了火海之中 见得上方的去路被挡 石峰的身形猛然间一顿 望着那炙热狂烈的火海 在焚烧自己身遭的金色光圈 对着金色光圈 你难道 你 可得要争气挡下来啊 出话之时 石峰的身形已在急速而动 既然上空被挡 那就向前飞冲 第924张强强碰撞 我石峰不败 石峰身处金色光圈之中 深陷烈焰火海 上冲的路 既然被那炎族族长所挡 那么石峰便再次施展急速 朝着前方飞冲而去 但就在石峰身形再而移动之时 身前炙热狂暴的烈焰之中 突然有一道身影无声无息地再次显现 出现者 又是那炎族的族长 炎族族长右手探出 对着身形还在朝着自己急冲的石峰 再次淡然开口 道 我说过 你必须得死 炎族族长淡然的声音响起之际 顿时间 一片无形强大的力量开始席卷于这片天地 这片炙热的火海 转瞬之间化为了一个火焰大漩涡 而石峰 便是处于这个火焰大漩涡的中心 那个 很拽嘛 是生还是死 看你的了 石峰再次对着深遭的那个金色光圈低喝道 虽身处那火焰漩涡的中心 虽早就感应到有强大炙热 狂猛无比的能量凝聚自己四周 要将自己给毁灭 不过那些力量 依旧被身外的金色光圈给挡了下来 面对着那不依不饶的炎族族长 石峰牙齿紧咬 面露凶恶猙獰之状 既然这涅絮铁了心要挡自己的路 要将自己赶尽杀绝 那么便借助万物之源的力量 跟他一拼了 给本少去死吧 石峰的身形 还在朝着前方急速飞冲 临近那炎族族长之时 爆发出了一阵怒声大吼 紧跟着那飞冲的身形 朝着那炎族族长 猛然撞击而去 不让本少逃命 本少就跟你拼命 哼 这时 面对着竟然胆敢向着自己继续冲撞而来的石峰 炎族族长高傲的面容上 露出了不屑的冷恨 接着 这片天空的那得巨大的火焰漩涡 全数朝着炎族族长的手掌心凝聚 瞬间便在他的手掌上 压缩成不过一个拳头大小的烈焰漩涡 但是压缩后的力量 却是散发着更加狂热 令人窒息的力量 随后 炎族族长的一掌 朝着冲撞而来的石峰 猛然轰了出去 轰在了那护着石峰的金色光圈之上 轰 两股半神之力的力量相撞 一阵剧烈无比的暴鸣之声 在这片天地尖暴响而起 空间 都因强大的力量而发生了剧烈的动荡 咔嚓 一声 如弹壳裂开的脆响 一道长约十米的裂缝 瞬间在这片火光通天的夜空中浮现 但是此刻 已经没有人去注意那道出现的裂缝 一个葛瞪着双眼 露出了不可思议的面容 望向了上空 一个葛延族战士 以及莽隆族的莽达 莽刚 还有莽隆族那少女 他们同时看到 那两道身影 竟然在对方的力量之下 各自朝着后方急速倒飞了而出 石峰的身形倒飞 那在众人的心中 自然是理所当然 他没有死 就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 在他们心中几乎无敌 犹如神灵般强大的组长大人 竟然在对方的力量下 而倒飞 这这实在令严族之人 心中难以接受起来 对方 仅仅是那一个 看上去只有十六七岁的少年而已啊 不 不可能 族长大人 我一定是在做梦 这种事 绝对不可能发生 我们强大的族长大人啊 这 这怎么会这样啊 父 父亲 竟然 尽管严族之人不愿去承认这个事实 但是他 确实是真真实实地发生了 这是不变的事实 他们强大的严族族长 刚才与那个少年狂猛碰撞 各被对方的力量给震飞 急速倒飞中的石峰 石峰发觉到 包围着自己的这个金色光圈 经过几次与那半神境强者的对抗 光芒已经开始变得暗淡 有点成黄色 看来强强碰撞 令得万物之源在如昔日不死山时 与那血纹蛋碰撞一样 挥好了不少的力量 不过这黄色之光 倒比那日好上很多 那时候的万物之源 可谓是根本接近尤禁灯窟的状态 呈现了灰色 变得不死不活 不过 这一次与那严族族长 撞了个平手 抵挡住了他的攻击 但石峰已然不敢保证 下一次 再下一次 再再下一次 这万物之源还能再护得自己周全 想到这些的石峰 很快 他倒飞的身形便顿止了下来 旋即间 石峰猛然一个转身 身形再度急速破空即持 而就在石峰倒飞的身形顿下之际 那严族族长的身形 也是跟着停下 望着前方那道破空离去 离得严族部落领地越来越远的身形 渐渐地 一道异常冰冷的声音 传了过来 严族 本少算是记住你们了 待本少再度前来之时 便是你们严族覆灭之日 给本少等着吧 声音渐行渐远 那道身影 竟然也逐渐地消失在众人的视线当中 从这人刚才爆发出的力量 此刻的严族之人 还有莽隆族的那两个统领 哪里还敢去追 但是奇怪的是 这一次 那强大的严族族长也是没有追杀而往 盛行依旧继续傲力于众人上空 面容依旧淡然地望着那道身影 在自己的视线当中消失 而就在严族族长看到 那道身影真的远离 出了严族部落这片领地之际 严族族长那片淡然的脸色 猛然间一变 他的身躯 竟在这一刻猛然间一个战动 身形弯曲 呕 一阵作呕的声音 从严族族长的嘴中发出 一口鲜红的血液 从他的嘴中喷溅 竟然没有想到 强大的严族族长 拥有半神经力量的强者 竟然受伤了 我写了 族 族长 父 父亲 见到族长大人竟然受伤 跟着 一道道身形 从那密密麻麻的冲天火柱中飞射而出 全数向着那严族族长所在的上空急距而去 而就在这时 严族族长弯曲的身形一动 重新挺直了起来 望着那朝着自己飞射来的严族之众 大手一挥 逼喝道 你们不必过来 本族长无碍 族长 父亲 尽管严族族长说无碍 但是还响起了一道道担忧的声音 不过那些破空飞射的身形 在严族族长的命令下而旋即遁止 第925章发现 严族领地上空 严族族长望着因自己受伤 而一个个急速飞射向自己的族人们 严族族长喝止了他们 跟着 严族族长又道 你们全都退下 是 在严族族长又一道命令之下 严族诸人只有绝对的服从 包围而来的身形 渐渐退散而开 这时 严族族长望着下方的 莽龙族三人 道 莽达大统领 莽刚大统领 我们在 严族族长 莽达与莽刚 在以无比恭敬的声音 对严族族长应道 刚才那人 如果不除 定然会成为我们诸部落的后患 望二位统领 尽快赶回贵族 通知贵族族长 诛杀此人 严族族长道 一听严族族长的话 莽达连忙道 严族族长您有所不知 我们莽龙族的族长大人 应有要事 此刻并未在 莽龙族之中 不过莽达 定然会以最快的速度 将这里之事 及那山巫族余孽之事 通知我们族长 请严族族长放心 听了莽达的话后 嗯 严族族长淡然点头 淡然出声道 既如此 那我等三人先行告退 严族族长嘱咐之事 并然不敢忘记 莽达再次开口 说 贵客走好 我严族永远敞开欢迎大门 欢迎莽龙族的勇士到来 严京 你送下几位贵客 严族族长道 是 族长 就在严族族长话音落下之时 连忙有一道威严的喝声响起 跟着 一道魁梧壮首的身形 朝着莽达三人飞去 此人赤裸着上半身 露出快快隆起的肌肉 下身燃烧着熊熊烈焰 竟以烈焰为酷 严京 严族大统领 严族族长让严族大统领送莽达 莽刚 到河莽荒大陆的礼道 拜别严族族长 拜别严族的勇士 在严京的送行之下 莽刚 莽达 还有那沉默不语 面露优色的莽龙族少女 破空离开了这片火光通天的夜空 如若回到莽龙族 族人们相信自己的清白还好 但是族人们如果跟二统领一样怀疑自己 那么 那么该怎么才好啊 在莽荒大陆 哪有男人不喜欢女人 哪有被劫走的女人 还能保持清白之身 网龙族的少女小米 满是忧心地在心中暗自说道 那个男人 那个男人竟然如此强大 就连强大的严族族长 都在他的力量下受伤 要是 要是他先前也带自己离开 要是自己一辈子跟随于他 那 那 网龙族三人离开之后 严族族长低下头 望向了他的儿子 严族部落的武统领严伦 道 严伦 你带领族中的勇士 通知周边其他各族部落 将那人的样貌特征描述于各族部落知晓 叫各族部落提防这山巫族的奸细 孩儿明白 请父亲放心 严伦斩兵战斩兵截铁的阴道 那人 那人不仅打败了自己 竟然还能让自己强大的父亲受伤 此人 必须得死 严伦在心中暗暗说道 很快 在这片大荒之中 各族部落接到了一个消息 一个邪恶的山巫族少年 打扮怪异 战法怪异 看上去只有十六七岁 昨夜却在严族部落 与严族族长一战 最终竟然与严族族长打成了平手 这个消息一出 各族部落已然知晓 邪恶的山巫族 竟然又出了一个半神境的强者 而且还是一个仅十六七岁 可与严族族长打成平手的半神境强者 十六七岁的半神境 如果日后再让他继续成长下去 那还得了 强大的山巫族 可令这片大荒的生灵涂炭 旋即间 这片大荒各得得知昨夜消息的部落 连忙吩咐族中巡逻之人 在自己的领地内加强搜查 以防那邪恶强大的山巫族少年 混入自己的部落中 也有几名进阶步入半神境的族长 带领族中勇士出动 趁那山巫族少年还未继续成长以前 是杀那邪恶的山巫族少年 他们可是还有听到消息 经过昨夜 那邪恶的山巫族少年与阎族族长一战 那少年与阎族族长个身受重伤 大荒山林中的一个空间狭小的山洞之中 石峰双手结印 盘膝而坐 在他离开阎族部落之后 那黯然 颜色由金光沦为黄光的光圈 便已消散 而石峰的身形在急速破空了一段路程之后 便落入一个树木茂密的山林之中 然后便找到了这个山洞 昨夜在阎族 万物之源还未显现而出时 肉身便受了那般神力量的伤 跟着石峰便完全靠着坚定的毅力忍受着 从找到这个山洞之后 石峰便一直盘膝作于这 双手结印 运转久悠不灭体疗伤 直至现在猎羊当空 石峰才感觉到 自己身上的伤势得到了缓解 这个世界跟天恒大陆一样 同样有着白天跟黑夜 白天 同样有着那散发着光和热的猎羊 又是两个时辰过去 双手结印 双膝坐在那一动不动的石峰 才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一口灰色的灼气 从口中缓缓吐出 形成了一道细长的灰色皮链 肉身的伤势 终于彻底稳定住了 石峰低头望着自己的身躯 泥喃说道 他确实没有想到 这一世 自己重回前世巅峰之境 确实如此的坎坷 曾经都难以见到的神物及神力 这一世 确实让自己相继见到 而且这蟒荒大陆 更是变态了 昨夜 便让自己交战了一个半神境的强者 险些再度陨落 我一定 也要突破半神境才行 石峰对着自己说道 他不想再靠万物之源的力量 那毕竟是外力 是不属于自己的力量 如果万物之源的力量耗尽 自己就又只能任人宰割 这根本不是拥有强者之心的石峰 所想要的 半神之境 半神之境 我一定要拥有那半神之力才行 我的命 绝对不能再任人宰割 那炎族 我绝对要回去灭族 再次想到那炎族 石峰再次恨恨地说道 自己本就与他们无冤无仇 而他们 既然想要自己的性命 小子 来到这个世界以后 难道你就没有发现吗 就在这时 石峰体内的圣火 突然出生道 第926张黑袍 小子 来到这个世界以后 难道你就没有发现吗 听到圣火的话后 石峰面露惊疑之色 道 发现 什么发现 你发现了什么 圣火再次出生 说道 在现今的天恒大陆 你我不入神境 已几乎不可能 而这个世界确实不同 一个什么种族部落里 竟有四五名九星帝极境的强者 其他境界的五帝强者甚至更多 听到圣火这话 石峰面心中明了 这圣火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道 你是想要本少在这个世界大开杀戒 没错 圣火道 要是在天恒大陆 恐怕没有那么多的血液 还有那死亡之力供你我吞噬 但是在这个世界 有那么多强大的生灵 你我可痛快吞噬 到时候 待我们能量充足 本作便祝你不入神极之境 你祝我 你为何会突然变得如此好心 无视现殷勤 曾经的圣火 石峰多次让他透露成神之秘 他都只字不提 而现在 竟突然说祝自己成神 让石峰对他不得不心声提防 如今你我已为一体 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你容我容 你损我损 你强大 便是我强大 圣火道 而也正如他所说 他跟石峰已为一体 又相处了即将两年的时光 对于石峰此刻的心念 他立即便捕捉到 再对石峰说道 对于我 不是都尽在你的掌控之中 对我你还有什么好提防的 哼 不提防你 我就是嫌自己的命长 石峰对圣火冷横着道 不过石峰 心中也认同了这圣火先前所说的话 这个世界确实拥有天恒大陆 无法与之相比的生灵 在天恒大陆 自己突破几乎无望 而在这个世界 那就大不同 力量 只要自己有了强大无比的力量 那自己的生死 才真正必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自己想要做的事 才能无人所挡 自己若是有强大的力量 那便直接进入他莽龙族 直接拿取那本记载着天恒大陆的古卷 寻回天恒大陆之路 昨夜险些身亡于阎族部落 如果有强大的力量 自己现在便也可以直接进入那阎族部落 将此仇痛快偿还他们 说起来 在天恒大陆是在这么荒大陆也是 都是由力量决定一切 呵呵 没有想到 昨夜角的阎族不安住的 竟是你这么一个小娃 就在这时 突然有一道沙哑 略显无力 仿如年迈老人的声音 在石峰所在的山洞中响起 声音 就好像响在石峰的耳畔 听到这道声音的石峰 猛然间一个心惊 以他敏锐的灵魂之力 竟然仍未感应到 那说话之人的气息 身形一动 石峰盘膝而坐的身形旋即站起 满是警惕地凝视着四周 喝道 是谁装神弄鬼 给我出来 发出这道喝声的同时 石峰的右手闪耀起金色剑芒 天妖剑已经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此人 竟连自己都无法感知到他的存在 定然不会简单 呵呵 而就在这些 那苍老声音再现 这一次 发出了一阵阵阴阳怪气的笑声 而石峰仔细聆听着这笑声 却仿如这声音 是从自己的四面八方传来 老不死的 别再装神弄鬼 快出来 这时 石峰在一次冷喝 手中的剑 已经准备随时发动最强一击 呵呵 现在的年轻人啊 未免太心服气躁了吧 随着这道声音在石峰身躯响起 紧跟着 石峰看到 自己的前方 正有一道模糊的黑影 在慢慢浮现 终于出来了 见到这道黑影 石峰在而冷冷一声低喝 接着 手中的天妖剑迅捷而动 凝聚全力的一剑 横斩而出 天妖剑所过之处 令得空间发生了层层波荡 想要老夫性命 然而 前方的那道模糊黑影 见得石峰如此强大的一剑斩来 却依旧发着淡然苍老沙哑的笑声 紧跟着 石峰那猛然全力的一剑 便斩在了那道黑影之上 而也就在天妖剑斩在那道黑影上之时 石峰冰冷的脸色瞬间一变 双眼一睁 露出了金融 天妖剑斩在那道黑影上 石峰竟然清晰地感应到 剑就跟斩在空气上没有丝毫的区别 紧接着 天妖剑直接从那模糊的黑影上 穿梭而过 难道 这模糊的黑影 仅是一道幻影 石峰心中泥南 消息不是称 你拥有半神境之力 就连炎烈 歪都在你的力量下而受伤 为何你会斩不到老夫的真身 黑影再而发出了一道疑惑的声音 就在石峰的天妖剑穿过黑影之时 那道模糊的黑影 逐渐地变得清晰起来 由那黑雾般的状态 慢慢地显现为实质 很快 出现石峰身前的 是一个浑身上下都笼罩在 连帽黑袍下的人 石峰的视线 以及他的灵魂之力 根本无法透过这黑袍 看到里面人的容貌 难道说 你并未拥有半神之力 而这神秘的黑袍人 也正如石峰想看穿他一般 他也想看穿石峰 接着继续以苍老嘶哑的声音说道 你若没有半神之力 又怎能从阎族领帝 从阎列的手中逃脱呢 阎族 为何会如此劳师动众 必通知各族部落 这些声音 皆是充满了疑惑 你到底是什么人 石峰对着身前的黑袍人 再次冷喝问道 既然自己的权力一剑 都无法斩中这黑袍老头 石峰便没有再动手 第一剑都斩不中 那么第二剑 第三剑 也会是同样的结果 这人的实力 明显在自己之上 又是一个半神境的强者 而那黑袍人 没有回答石峰的贺问 跟着发出恍然的声音 道 我明白了 你未入半神境 却呈伤到阎列 却能从阎族领帝全身而退 你的身上 定有强大的器物 发动之时 可与半神境的强者比肩 我说的是与不是 既然你知道我身上有宝 那就别做傻事 你若威胁到我的性命 我就全力发动那宝物 与你同归于尽 我说到做到 不信你可以试试 石峰再次冷冷开口 对着那黑袍人冷然说道 第九百二十七章黑暗 你若威胁到我的性命 我就全力发动那宝物 与你同归于尽 我说到做到 不信你可以试试 面对着石峰这冷然 满是杀意的话语 非袍人在而发出怪声喝笑 道 如今你我可以说 乃是同一条船上的人 既然你有能发动 半神之力的宝物 那你我应该合作才对 合作 石峰面露不解之容 疑惑出声 你一直躲在这里 看来你还不知道现在外面的情况 黑袍人说 昨日你在阎族 与阎族族长阎列一战 令阎列受伤 如今已经传遍了这片大荒的各族部落 现在外界 皆是搜捕你的人 听了这黑袍人的话后 石峰脸上的疑惑之容更甚 道搜捕我 我只与那阎族有仇 与那莽龙族也算有些仇怨在 其他各族 为何搜捕我 难道他们都听从阎族或莽龙族的号令 他们各自为主 并不是听阎族与莽龙族的号令 黑袍人说 那么他们 接着 石峰想起了昨夜 那个阎族族长要杀灭自己的原因 再次冷然出声道 这些人 都以为我是那什么的山巫族人 而你说如今跟我是同一条船上的人 想必 你才是真正的那邪恶的山巫族人 是吧 你所说的那些各族部落 如今不仅在寻我 估计也在寻你吧 呵呵 你果然聪慧过人 听到石峰倒出了自己的身份 黑袍人在而呵呵一笑说道 跟着又道 我是喜欢跟你们聪明人合作 可以省却我很多口水 刚才的事情我已经跟你说了 你是聪明人 想必知道该怎么做了 按照这黑袍人所说 如今外界 因为那阎族 如今都在搜寻自己 自己如果与这山巫族的黑袍人合作的话 拥有半神经力量的他 倒是等于多了一个强大的助力 不过 这个黑袍人 自己也无论如何 都不能放松对他的警惕 从那莽龙族 阎族来看 这山巫族 怕是更加的不善 合作目前对于你我来说有意无害 我自然愿意 石峰开口 对着黑袍人说道 跟着 石峰又道 不过你也是聪明人 想必你也明白 如果合作之奇 你如若对我耍起什么心机 会明白什么后果 现在石峰知道了这人的身份 知道了如今的处境 如果这人趁自己不背 对自己不轨 都不用弃武相威胁了 外界如今都是搜寻自己 跟他的各族部落武者 要是他对自己真的不轨 那自己便以全力轰击 弄出声响暴露未知 引得其他族的强者到来 如果真有人想让自己不好 那么他也不要好过 你放心吧 我只想安然无恙地离开这片大荒而已 想必与你现在的目的 也是一样的 黑袍人道 那本记载着天恒大陆信息的古卷 还未到手 石峰虽然有些不甘心 但是如今 却弄得处处是敌 搞得跟过街老鼠一般 外面都不好随意出去 以免被人发现 出起来 这还都是脱了这个什么山巫族的福 目光再次打亮着身前的这黑袍人 石峰暗自说道 真不知道 你们这邪恶的山巫族 到底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据你刚才所说 这片大荒 虽然我不知道你们的这片大荒有多大 但感觉起来是很大的样子 这片大荒的部落各族 竟然都是你们为恨之入骨的仇敌 都想要你们的性命 石峰说 经过昨晚那些人提起邪恶的山巫族 石峰能感受得到 他们对这种族的恨之入骨 黑袍人听到石峰的话后 笑着道 呵呵 那是他们度恨我们山巫族的强大 伟大如我等山巫族人 天生昭度恨 如果光是度恨 便对他们恨之入骨 鬼才会相信他的鬼话 反正石峰是不会信的 嗯 而就在这时 石峰的身躯 猛然间一个阵战 心中暗叫一声不好 他刚感应到 他留在莽龙族那少年体内的静置 竟然在刚才 被人给破去了 而自己刚才身躯的阵战 是因为静置被破 而产生的一些反噬 虽然没什么大碍 不过这正验证了石峰心中的一点 自己的静置 在真正强大的半神静强者面前 根本无所遁形 心意便可破去 半神之静 与如今的自己 虽然指个一步 却好像如一条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 原本那少女回归莽龙族 石峰想过再让那莽龙族的二统领莽辽 也回莽龙族 与那莽龙族少女一同 助自己拿到那本关于天恒大陆的古卷 但是以现在来看 自己施加在他们身上的静置 一见半神静强者 便会被他们给试破 这个已静置要挟他们回去 盗取那古卷的事 根本无法实行 看来 一切 还都需要力量 需要强大的力量去完成啊 你怎么了 见到石峰身躯刚才一个猛然震战 黑袍人出声 问石峰道 没什么 石峰说 他自然不会跟着黑袍人解释什么 如今他们之间 只不过是互相利用的关系 仅此而已 这片大荒 由于那盐族的关系 自己是待不下去 就算自己不是那什么邪恶的山巫族 但是这些人 岂会听自己解释 就像昨夜 那盐族强者 仅是怀疑 便是要将自己毁灭了再说 战先离开这片大荒 再想办法提升自己的实力 有了强大的力量后 再回来问那盲龙族 所讨自己想要的东西 石峰在心中计划道 石峰在而开口 问这黑袍人道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逃离这片大荒 这片大荒 石峰确实也不知道有多大 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跑 才算脱离了这片大荒 脱离那些想杀自己的各族部落 与这黑袍人合作的话 石峰岛还多了一个引路者 或许 还可以得到这个满荒大陆 更多的讯息 现在 我们战先留在这里 待夜幕降临到这片大地 我们再行动也不迟 黑袍人说道 而且夜幕降临 天地重回黑暗 老夫的力量 可更好地助我们隐藏 第九百二十八章入地 既然那个黑袍里的老头说 要天地重归黑暗 他们再出这个山洞 那么石峰便听他的 俩人在这山洞之中 慢慢等候着 等候着夜幕降临 天地为黑 石峰便重新盘膝坐地 脑海之中 细细地回忆着 昨晚与那岩族 组长炎烈战斗的情景 以及那炎烈要毁灭自己的那一道道的无形之力 石峰希望从昨夜的战斗 回忆那半神境的力量 可以让自己捕捉到成神之秘 能捕捉到一丝都好 不过大半天的时间过去 石峰依旧未能从回忆之中 窥探到成神之秘 这时 反倒那沙哑略显苍老的声音 再度在这个狭窄的小山洞中响起 你的天赋确实很不错 年纪轻轻 便拥有九星地级之力 不入伴神之境 那是迟早的事 我们山巫族 一直很欢迎强者 你入我们山巫族如何 听到那黑袍老头的话后 石峰缓缓地打开双眼 望向那身着黑袍之人 你难道 入你们山巫族 跟着石峰缓缓摇头 说算了吧 本少不想入什么族群 势力 本少不喜欢听任于人 受他人掌控 说完之后 石峰继续闭上了双目 继续回想着昨夜战斗的画面 不再理会这黑袍老头 成神之秘 石峰前世就在苦苦追寻 而今世 自己都以两世为人 来到这个半神境 强者并不稀奇的 莽荒大陆上 而自己 竟然依旧未能亏得一丝一毫的成神之秘 难道自己的武道天赋 真的仅此而已吗 不 这怎么可能 自己可是九幽大帝 天恒大陆的第一强者 九幽大帝 随着时间渐渐地过去 天入黄昏 再入黑暗 夜幕 降临到了这片大地 黑袍人再度化为一道模糊的黑影 站于山洞之口 对于身后的石峰出声道 好了小子 我们现在可以出发了 石峰再度从黑袍人的声音中被惊扰 双目打开之时 石峰的脸上仍旧有些失望之色 经过这一天的回忆 感悟 石峰仍旧为窥探道 那离自己又远又近的半神之境 或许 待我今世丹田内的能量再至圆满 或许心境会有所不同 一切 还是等与圣火融合的丹田充盈再说吧 不然的话 就算窥探道了成神之秘 也是枉然 石峰对自己低难道 跟着 盘膝而坐的身躯 缓缓地站起了身 朝着站在山洞的那黑袍人 走过去 感应到自己接近 黑袍人再次出声 对石峰道 走夜空的话 虽然快 不过容易被人给发现 所以不可取 若要成功离开这片大荒 不被那些该死的各部落族群发现的话 空中之路 我们是无法走的 石峰走到那道模糊黑影的身旁 听到那黑袍老头的话后 石峰双目中金光一闪 道 空中我们既然无法走的 那我们便走这地下之路 走地下之路 那道模糊的黑影听了石峰的话后低头 望向了脚下的大地 说道 走地下之路固然是不错 难道你小子精通大地之力 可遁地 既然本少提出走这地下之路 自然便可以办到 只要你这老东西入的地下之后 还辨识的方向变成 石峰说道 跟着石峰心念一动 就在他的身前 一道血色光芒闪耀而起 就在光芒落下之后 出现在石峰与那模糊身影前的 是一具悬浮罩的黑木棺 这形状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是一具棺材吧 好奇怪的棺材 黑袍人见到那具黑木棺 惊疑出声道 看来这个世界 人死后也是用棺材盛装尸体 不过这黑袍人觉得 这具黑木棺好奇怪 想必这个世界的棺材 形状与天恒大陆的棺材 有些差异 这个东西 可助你我入地 模糊的身影缓缓地转过身 朝着石峰 赞而问道 石峰没有理会他 而是感应着沉睡这黑木棺的尸体 这具黑木棺 里面躺着的 正是石峰如金血石碑中 最强的一具殷尸 师弟地煞 而地煞与石峰缔结了主仆契约 隔着这具黑木棺 石峰便可以感应到 如今沉睡这黑木棺中的地煞气息 上一次 地煞说无意间吞噬了袭壤 进化至了二星帝级 而这段时日 地煞躺在这的自愈失踪的黑木棺中 又有自己传授它 那代表着死亡法则的远古字符 石峰能够感应道 这黑木棺中的地煞 境界已到二星帝级巅峰 相信再过不了多久 便能步入三星帝级了 随后 石峰对着这具黑木棺轻声唤道 地煞 石峰的一声轻唤 在黑木棺中沉睡的地煞旋即醒来 接着 棺盖仿佛被一股无形之力给自行推开 露出了里面一道漆黑如墨的身躯 此刻的地煞正睁着双眼 躺着的身躯缓缓坐起 望向前方的石峰 喊道 主人 这 这是死亡生物吗 地级人形死亡生物 一见地煞 石峰听到身旁的黑袍人 再次发出了惊呼之声 从他的声音 话语中 他好像是第一次见到这音师 而且还是地煞这样 地级境界的失地 不过他见没见过 对于石峰来说根本不重要 石峰心念在而移动 地煞身遭的那具黑木棺 闪耀其血色光芒在而消失 这具黑木棺 如今已经派不上用场 石峰暂时将他收回到血石碑的空间之中 地煞身形缓缓落地 石峰开口 对他简单明了地说道 地煞 如今我们四面受敌 需要行走于地下之路 主人 我明白了 地煞对于石峰默默点头 答道 跟着 地煞心念一动 掌控着他们所占的这片大地 段时间 石峰几人脚下的大地发生了变化 仿如变成了水一般 而石峰 模糊的黑袍人 还有地煞 他们三人的身形 正在朝着地面缓缓下沉 地几死亡生物 还是能够精巧掌控于大地之力的死亡生物 没有想到 我莽荒大陆 竟然还有这等奇异的生物存在 我以前竟从未听说 身形缓缓下沉的黑袍人 再次发出了惊异的声音 紧跟着 他们三人的身形 一同完全地沉入地底之中 消失不见 看似变得松软的大地 当他们三人消失后 看上去还是如往常那般的坚硬 第九百二十九章地卒 黑暗无光的大地之中 在地煞的大地之力下 在黑袍老头的指引下 石峰三人在地底中急速穿梭着 真没想到 世间竟然还有这等神奇的死亡生物 对于掌控大地是如此的精通 小子 你这死亡生物不错 可否赠予老夫 弟弟之中 响起了那黑袍老头的声音 老头 地上曾与我多次出生入死过 并非你说的什么物品 如何输赠 石峰道 小子 你放心 只要你将这只死亡生物赠送于我 我必不会亏待于你 如果你赠我此死亡生物 我便传你伴神级战绩 怎样 黑袍人继续出声道 这死 甚至搬出了诱惑 半神级战绩 听到黑袍这话最后一句话 石峰在心中暗呼一声 原来 原来这个世界 还存在着半神级战绩 曾经的九幽大帝所学所创之战绩 九幽四级印 九幽剑法 在当今天恒大陆中 绝对可以被称为绝世战绩 可列为地级巅峰战绩 而这世界的半神级战绩 半神级 石峰可以想象 这等战绩的强大 黑袍老头 听得石峰只惊呼一声便没有再出声 他知道 这半神级战绩 此人定然在心中受了不少的诱惑 跟着黑袍老头趁热打铁 继续出声 继续诱惑道 小子 你可知这半神级战绩的强大 你可知这半神级战绩的珍贵 如今这天下 虽然说这半神境的强者有不少 但是这修炼半神级战绩者 可是只有妙妙促人 没有绝世你天天覆者 那可别想创下半神级的功法与战绩 反正老夫认识的人中 没有这样的天才 老夫也才多亏了有逆天气运 那一年 无意间进入一个古人遗迹 才席得这半神级战绩 半神级战绩 要说石峰不心动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但是让地煞跟着老头交换半神级战绩的话 如果只是刚收服地煞 为了这半神级战绩 石峰定然毫不犹豫 便将地煞与这老头交换 但是这一年来 地煞多次与自己同生共死 自己又怎能将他送人 换着老头的战绩呢 见石峰依旧没有出生 老头又出生道 要是昨夜 那盐族的盐猎 懂得半神级的战绩 那么 想必你现在 已经成为了盐族一具滚烫的死尸了吧 好了 老不死的 你别再说了 见得那老头又出生 石峰开口说道 本少心意已绝 地煞追随本少已差不多一年 我们一同经历过多次生死 本少岂可以为了战绩 而将他与你交换 哎 可惜啊可惜 那可是半神级的功法啊 哎 哎哎哎哎 听得石峰的话后 黑袍老头 故意又出生 又叹息 又哎哎哒地哀声道 主人 地煞听了石峰 与这黑袍老头的谈话 听得石峰最终的决定 壮汉般的身躯 猛然间一阵 心中溢出了激动之情 他曾经也有主人 叫做玉师大帝 乃是东玉千年前的一代强者 身为师弟 他虽然早已产生了灵智 拥有自己的情感 但是玉师大帝对待他 就犹如对待其他没有情感的殷师 对待那些兵器 宝物之类 没有丝毫的区别 要是拿自己换半神级的战绩 玉师大帝定然眉头都不会眨一下 而且还会满脸欢喜 但是他 这一次的新主人 天恒大陆的第一强者 九幽大帝幽名 竟然顾忌自己 而舍弃了那半神级的功法 他将自己 当成了有情感的生物来看 轰轰轰轰轰 就在石峰三人 还在急速穿梭于大帝之中时 突然间 他们所处的大帝 竟然开始剧烈地摇晃了起来 甚至还有一股股强大猛烈之力 从四面八方 朝着他们三人急速汹涌冲击而来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的行踪 竟然被人给发现了 石峰发出一声冷呵呵道 这大帝的晃动 以及那从四面八方冲击而来 想要震杀他们的力量 明显是人为 紧跟着 石峰三人旋即顿指了前行的身形 赤地族部落之人 天生修炼大帝之力 对于大帝有着天生的敏锐 我们从地底而过 能瞒过其他人 但却难以瞒过这地族部落 这汹涌而来的力量 正是地族部落的半神器 大帝神中 就在这时 非袍老者今生喝道 紧跟着 非袍老者一声滴喝 灭 顿时间 石峰只感觉到 那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的强大力量 请刻间灰飞烟灭 接着 那黑袍老头又道 小子 既然我们的行踪被他们发现 如今 这地底是无法再待了 不然 我们只能遭他们攻击 却无法还手 我们战先出这地底 黑袍老头这一次的声音 充满了焦急之色 本少自然明白 石峰低喝硬道 这时 地上也明白了处境 运用大地之力操纵着这片大地 石峰三人的身形 犹如深水中的鱼儿一般 朝着上方地面 急速浮动而去 大地之上 一片依旧树木茂密 高大冲天的丛林之中 一个如一间房屋大小的青铜大钟 悬浮于半空之中 一个长发凌乱披散 看上去仅二十出头的青年 暴力于这大钟之上 右脚不断窜动大钟 这青年的右脚美窜一下 大钟便发出东壁一声剧烈轰鸣 一股强烈 如海浪般的音波震向大地 大地紧跟着便剧烈摇晃了起来 这片区域 就仿如不断地发生着地震一般 哈哈哈哈 这邪恶的山巫族余孽 竟然敢从大地之中通过 可不知我地族部落 正是他的克星 哈哈哈哈哈哈 暴力于大钟上的青年 仰天大笑道 此青年 正是地族族长之子 地族的少族长 地义 以少族长之力 发动我族保护大地神中的力量 那邪恶的山巫族余孽 此刻定然已粉身碎骨了 大地神中 这可是半神级神器 就算是半神境强者 躲在大地之中 也可将他直接镇死 地族青年的身后 正悬浮着十几道地族武者的身影 众人望着下方 还在不断剧烈震荡的大地 开口说道 地族之人 脸上竟是不屑语傲然 看他们这样子 仿佛根本没有将那山巫族放在眼中 第九百三十章大地神中 大地 还在剧烈地摇晃 一股股狂猛强大 可令人窒息的力量 还在朝着十丰三人不断地冲击而来 不过有那黑袍老头在 一股股冲击汹涌的力量 不断地在那黑袍老头的力量下 被毁灭成了无形 十丰感应得出 那站入大地之中 不断冲击而来 想要将自己等人镇死的力量 竟然是半神之力 很快 十丰与地煞 身形离开大地 浮到了地面之上 而在地煞大地之下 原本那个黑袍老头 也已来到地面 不过那黑袍老头 已在无声无息间 在没有任何人的发现下隐盾 就连十丰 都不知道这老头去了哪里 与地煞一同浮出地面 大地还在剧烈摇晃着 十丰抬头 望向了那只悬浮半空的 青铜大钟 以及青铜大钟上的那道身影 十丰眼神之中 已经尽是杀意 就是这人 想以这青铜大钟 将自己震死于这大地之中 随后 十丰的视线又扫向了 那青年深厚的石粗人 比这小子 便是昨夜闯入 阎祖领地的那人 邪恶的山巫族少年 这时 地族少族长地义 见得下方的十丰与地煞 跟着 结合阎族散布消息 所描述的样貌 地义一副趾高气扬的模样 俯视着下方 视线凝聚在十丰的身上 贺问道 至于地煞 不过是一个二星地级的人形死亡生物 地义并未看在眼中 目光落在十丰身上 看了一回而后 接着 站于青铜大钟上的地义又开口 道 你实力不错 竟然能坚持我大地神中的力量这么久 不愧为昨夜进入阎族 重创严烈之人 没想到你竟然还精通大地之术 不过可惜 你今日遇到我地族地义 这片大荒中的第一天才 只能死于此地了 地义说到最后一句时 右脚载而猛然一踏 踏在脚下的青铜大钟之上 东 载而一阵剧鸣之声 在这青铜大钟上响彻而起 紧跟着 大地神中旋即朝着下方 震荡出强烈如海浪般的音波 朝着石锋汹涌翻滚而下 这便是催动半神器所发动的力量 石锋冰冷的面目面对上空 见得那从半神器中大地神中中震荡而出的力量 低难说道 石锋能够明显地感应到 这股力量 确实不是现在的自己所能抵挡 它已经 可与昨夜阎族族长阎列 所发动的力量相比 也正如石锋所料 在那股半神之力下 它的身上 很快出现了一个金色光圈 半神之力下 万物之源在被引动 显现一个金色光圈护得石锋的身躯 而石锋发现 经过昨夜到现在的修整 这原本金光暗淡 呈现黄色的金色光圈 如今已经恢复往昔般的金色 既然你也已经恢复 那么我就不客气了 石锋对这金色光圈 MD南说道 随后 身形猛然移动 朝着上空急速斜射而上 迎向那震荡而下的强烈翻滚的音波 坐以待毙 只抵挡他人的攻击 这绝对不是石锋的作风 竟然金色光圈出现 护着自己的身躯 那么 石锋便再度使出了 昨日与那阎族族长相斗时的那一招 以自身身躯带动这金色光圈 给对方一个猛然的撞击 石锋甚至还已经为这一招命名 叫做野蛮冲撞 而这一次 石锋再施野蛮冲撞 冲向了那口大地神中所发出的音波力量 护着石锋身躯的金色光圈 很快便与那大地神中的音波撞击在了一起 而石锋原本急速上冲的身形 旋即被如巨浪般翻滚的音波力量给阻挡住 而由于石锋的上冲 那剧烈翻滚汹涌的音波之力 也受到了阻挡 无法再向下震荡 石锋身上的金色光圈 与那大地神中的音波 一时间产生了僵石 咚咚咚咚咚咚 而就在这时 大地神中之上 又是不断地响起了剧烈的忠鸣之声 剑得那浮世奇异的少年 竟然挡住了大地神中的力量 地义不断地脚踏大地神中 不断地催动大地神中的音波之力灭敌 一时间 那震荡翻滚的音波 变得更加的剧烈 变得更为强大地涌向石锋 冲破这股力量 剑得那音波之力 顿时间变得更加强大 石锋面露狠色 依旧抬着头 目光凝视在那大地神中上的那道身影上 更在石锋在心中在声低难 道只要冲破这股力量接近此人 本少便有信心 以最强杀招灭杀这人 夺这大地神中 此时此刻 石锋的心中已满是杀意与杀鸡 这地足地义 不过是拥有九星地及力量的武者 但却可以以这大地神中 发动半神之力 这半神级玄契 确实是吸引人 不过在那地义不断地催动之下 大地神中强大的阴波力量 不但未能让石锋的身形急速往上冲 反而逼得它开始后退 阵 紧跟着 大地神中上的地义猛然一阵大鹤 又搅着一次极为猛力地踏在大地神中上 东 大地神中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剧名 这一声剧名下 仿佛与下方的大地都产生了共鸣 大地 再一次开始了剧烈的阵战与摇晃 紧跟着 一道巨大猙獰的第四 旋即破土而出 蕴含着无比强大之力 从下往上 猛力地轰向石锋 给我死吧 邪恶的山巫族少年 奥立于大地神中上的地义 双目冷冷地盯着下方那破土而出的第四 即那道金色光圈中的身影 狠声说道 紧跟着 那破土而出的猙獰地四 猛然地轰击在了护着石锋的金色光圈上 与那大地神中上震荡而出的阴波力量 上下夹击 石锋能够很明显地感应到 护着自己的金色光圈 猛然间发生了如水波般的波动 自己的身躯 也在那两股强大力量的攻击下不断晃动 值得庆幸的是 这个金色光圈 就算受那大地神中的力量上下同时轰击 也并未被破碎 不过这金色光芒 石锋倒感应到 又暗淡下去了几分 竟然还不死 可恶 第931章该死的老不死 竟然还不死 可恶 竟然还在负偶顽抗 想在临死前多受些没必要的痛苦与挣扎 那么本少族长便成全你 大地神中上的地义依旧冷冷俯视着下方的石锋 在而对着下方的石锋冷喝道 咚咚咚咚咚咚 紧跟着 大地神中上 在而响起了一阵一阵的忠明之声 一股又一股的音波力量在而不断震荡 剧烈晃动的大地之上 一根接着一根巨大的猙獰的第四 轰击在互助石锋的金色光圈上 毁灭之后在而破土而上 在而轰击 在而毁灭 在而出现 哼 此等年纪轻轻的山巫族人 就算他不入伴神之境那又能如何 遇到我大地之族的大地神中 也唯有灭亡意图 那是自然 我们大地之族的大地神中 岂是他这个连毛都没长期的小子所能抗衡 他以为他今日所遇到的 还是那阎族的阎列 哼哼 在我们大地神中的力量继续抵倒 他只不过自讨苦吃 自作自受而已 换成我 还不如放弃抵挡 直接死隔痛快 正是 正是 此子如此愚蠢 今日必该一死 地义的身后 那依旧傲力在地义身后的地族十几名武者 望着下方在富偶顽抗的石锋 纷纷开口议论道 傲然之声 不懈的冷恒声不断 能出生于强大的地族 这是地族勇士天生的骄傲 那个 一个老东西 你还不出手 要等到什么时候 还在硬扛着阴波与地次不断地轰击的石锋 这一次怒然大喝 喝道 在那大地神中的力量下 他已知道自己是无法冲破了 那就更别想斩杀大地神中上的 那个地族青年 而石锋开始以为 那个山巫族的黑袍人 趁着自己吸引这些地族武者后 会趁机出手 确实没有想到 那老东西竟迟迟没有出现 令得石锋都忍不住 发出这怒然大喝 呵呵 现在的年轻人 还是太心急了 被你这么一喊 老夫现在不想现身都不行了 就在这时 这片震荡的丛林中 突然响起了一阵老者的喝笑声 你妹的 受力量冲击的是我 你倒可以在那说风凉话 听到那老东西的话 石锋在而怒声喝道 而地族之人 听到那道苍老的声音后 突然间一惊 特别是那奥利于大地神中的地义 自己在这与那战斗 竟然未发现正被人给窥视 神 神问人 给本少族长滚出来 地义感应四方 冷声大喝道 那道响起的苍老声音 好像上下左右 四面八方都有存在 地义竟无法捕捉到这声音 来自哪个方向 那躲藏之人 躲在哪里 此东西 竟然在本少族长面前装神弄鬼 既然不出来 那么本少族长便将你给轰出来再杀之 地义在尔冷声狠狠喝道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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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义的双脚 在尔猛踏大地神中 大地神中顿时响起了一阵阵的钟鸣之声 呵呵 就在这时 一道苍老淡然 沙哑的笑声 在尔在这片天地间响起 一道模糊的黑影 顿时在地义的头顶上方 悄然浮现 少 少族长 地义身后的地族舞者 见到浮现地义头顶上方的那道模糊黑影 立即一个葛瞪着双眼 惊声大呼道 随后 一个葛身形猛然而动 朝着地义的头顶上方冲击而去 拳头紧握 力量凝聚 一同轰向那道黑影 但是 地族的十促名舞者 还未临近那道黑影 顿时间 一连偏的痛苦惨呼之声 突然不断地从他们嘴中喝发而出 啊 啊 啊 而发出痛苦喝声的舞者们 飞冲的身躯旋即变得一动不动 随后 十几道身躯 一同朝着下方地面掉落而去 短短一瞬之间 这时 聪明地族舞者 竟然莫名其妙地发出惨痛的呼声 随后便身亡 呵呵呵呵 接着 那道苍老沙哑的笑声 再度响起 嗯 这时 大地神中上的地义 见到跟随自己而来十几名地族舞者们突然身亡 发出了一阵怒哼 不过也就在此刻 大地神中刚才朝着四面八方震荡而出的强烈音波 有一股 即将涌在上方那道模糊的黑影之上 竟敢杀我地族勇士 死 见得大地神中那震荡出的强烈音波 即将震荡在那模糊黑影之上 地义猙獰着脸 狠狠说道 这一刻 他仿佛看到了那道黑影 在强烈音波下烟消云散的场景 而这一刻 下方受到强烈音波与巨大地次轰击的石峰 能够明显地感应到 在刚才地义震动大地神中 让大地神中的力量朝着四面八方震荡的时候 那震向自己的力量 明显弱上了几分 看来 这大地神中的力量 在这地义的催动下 已被分散出 他甚至感应到 那震向上空那道黑影的音波力量 正在不断提升 变强 看来 这地义是已经不把自己放在心上了 而是让力量凝聚上方 先对付那黑袍老头 三心二意 看不起本少 本少便让你付出代价 石峰咧嘴冷笑 跟着 身形在而猛力移动 带着护在自己身遭的金色光圈 猛然在朝上方的音波力量撞击 原本压制石峰的音波力量变弱 经石峰再次这么猛力一个冲撞 大片震荡翻滚的音波力量 旋即被石峰给震散 不 不好 下方音波力量被迫 奥立于大地神中上的地义旋即感应道 连盲面露不妙之色 惊声大呼道 不过 那在地义力量转移之下的强烈音波 已经汹涌在了那道模糊的黑影之上 正如地义刚才脑海中所想的那般 那道黑影在强烈音波的汹涌之下 消失地无影无踪 烟消云散 但是却又不是地义所想那般的烟消云散 地义马上又知道了 这老不死的竟然还没有死 一道对于地义来说 令他极为讨厌 极为厌恶的老头笑声 再次响起 呵呵 以为老夫被你震死了是不是 呵呵 呵呵呵呵呵 越是听到这阴阳怪气调侃般的笑声 令得地义越是抓狂 第932章斩杀地义 死 该死 该死啊 老不死的 你怎么不去死 地族少族掌地义 脸上满是暴力之气 抓狂地怒声大吼道 接着 他又看到下方冲上来的石峰 冲破了层层声波 纳护着他肉身的金色光圈 眼看即将撞在了他脚下的大地神中上 紧跟着 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 第一双脚抓狂斑地猛踏大地神中 大地神中再而不断地响起剧烈的钟鸣 不过急速猛然撞上来的石峰 便在这一刻 带着金色光圈的身躯 从下而上 猛然地撞击在了这大地神中上 轰 仿如极硬的两件金属轰然相撞 一阵剧烈的轰鸣之声 在这片荒芜的丛林中心 向车而起 而就在石峰的这个撞击之下 悬浮半空的这个青铜大钟 顿时间不断地猛烈摇晃 震战 就连奥利青铜大钟上方的地义 由于大地神中被猛力撞击 身形都随着大地神中而晃动起来 呵呵呵 就在这时 一阵阴阳怪气的笑声 突然在地义的耳畔响起 当听到这道笑声的地义 脸色旋即大变 极力瞪大着双眼 都仿如要从眼眶中蹦出 连忙大呼 不好 而就在地义不好两字的呵声响起之时 那颗年轻 凌乱长发劈散的头颅 瞬间冲天飞起 转瞬之间 第一变化为了一句无头之诗 妖艺鲜红的血液 从这无头尸身上不断喷洒 飞溅 紧跟着 一道模糊的黑影 在那具无头尸体旁边渐渐浮现 接着 出现的黑影变得越来越清晰 凝聚为那的浑身笼罩在黑袍之中的黑袍人 冲天飞起的头颅 很快便又掉落而下 黑袍人伸手一抓 便将那颗年轻的头颅抓在了手中 第一已死 始风的压力也已经全消 九幽冥宫运转 很快便吞噬了第一的死亡之力 跟着心念在而运转 第一的魂魄 很快从黑袍人手中的那颗头颅之中被吸出 咦 就在这时 黑袍人发出了一阵惊疑之声 身为半神境强者 自然可见到魂魄 见到那第一的魂魄飞出 然后朝着石峰飞去 黑袍人并未阻止 接着 他便见到那里魂魄临近石峰之时 石峰的眉心之前 出现了一个无形漩涡 那道飞向他的魂魄 旋即被那道无形漩涡给吞噬 带得见到石峰眉心前出现的那道无形漩涡消失之后 黑袍人出声道 说我们山巫族邪恶 你这小子道更为邪恶 竟修炼吞噬生灵魂魄的功法 石峰没理会那黑袍人 刚刚停顿的身形又开始飞动 朝着上方飞去 也落在了那青铜大钟之上 跟着 黑袍人在而看到 那具无头尸体上喷涌的鲜红血液 顿时喷得更为强烈 化为一道血红的水柱 朝着石峰冲去 不仅吞噬生灵魂魄 竟还吞噬生灵血液 这这 这小子 竟修炼这等邪恶功法 黑袍人再次发出惊呼 这时候他才发现 先前那十几名被自己所杀的地族武者 此刻掉落在那满是狼藉大地上的尸体 也已经沦为了干瘪的干尸 很快 暴力于大地神中上的那具无头尸体 看上去仿佛水分尽尸 化为干瘪干瘪 犹如风化了几百年的干尸一般 碰壁一声 无头干尸倒下 砸在了大地神中上 大地神中发出了一阵清脆的脆鸣 持风右脚一踢 将大地神中上的那具无头干瘪尸体 如踢垃圾一般踢飞了出去 不管他曾经是什么身份 不管他曾经是什么样的强者 一旦死亡 那就什么都不是 天才与废物 已经没有丝毫的区别 跟着 十凤低下头 目光已经集聚在脚下的这个大地神中上 而那黑袍人 看他那穿着黑袍的动作 看来他的视线 已经盯着十凤的身上 跟着 黑袍人再度出声 饺子 看来你挺重义这大地神中啊 哼 听到那黑袍人的话 十凤发出一声不屑的冷哼 逼着的头慢慢抬起 望向那黑袍人 说道 半神极玄戏 这大地神中 难道你这老不死的不受此物诱惑 如果自己获得这大力神中 又有万物之源显化金光 并然可增强自己不少战力 那个地族青年 也仅只有九星帝及力量 可先前将自己逼得如此境地 虽有万物之源金色光圈护身 可相当于立于不败之地 但是如果只以自己加万物之源 要破大地神中的力量 取那地族青年的性命 将是异常的艰难 就在这时 那黑袍人再次发出了喝笑声 道 呵呵 大地神中 地族至宝 老夫自然也是心动 随后 从这黑袍人可以看出 这黑袍老头 目光望向了脚下的大地神中 半神级之气 要是老夫获得这大地神中 战力定然将再提升 听到这黑袍老头的话后 史丰这一次突然冷然出声 说道 可本少 也要这大地神中 半神级之境 史丰岂能就此轻易拱手让人 更何况 那地族第一是他们一同联手斩杀 要是没有自己 这老不死的想要杀他 并不会这么容易 这时 黑袍人又出声道 呵呵 小子 我们再这样争下去的话 想必很快便有其他人过来了 刚才这里的战斗动静如此的大 现在并然有不少想要我们性命的人 正朝着这里赶过来 既然你怕了 那你便让本少取了这大地神中 如果下一次还有战力品的话 便属于你 如何 持风道 下次 呵呵 黑袍人再次笑着说 谁保准下次会是什么时候 而且你以为 这半神之气 乃是随处可见的烂木头不成 人人手中已见 既然你我都想拥有此物 这该如何分 持风再次开口 试探性地问他道 持风此刻已比先前更加提防死人 没有这大地神中时便提防着他 现在有了这大地神中就更要提防 为了绝世保物而杀人 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里 很多人已经将这当成了理所当然的事 更何况 这人可是出自被人称为邪恶的山巫族 你可记得老夫先前跟你提到的半神级战绩 如果你让老夫拿走这大地神中 老夫便传授你半神级战绩 怎样 第933章虚空剑杀 半神级战绩 听到那黑袍人的话语后 持风心中忍不住一声惊呼 对于这半神级玄契 持风自然是心动 不过那半神级战绩 持风也自然是心动无比 如果掌握半神级战绩 持风相信 自然可以大大增强自己的战力 或许 从那半神级战绩之中 自己可以举一反三 窥破一丝成神之秘也说不定 至于这大地神中 虽然对持风诱惑极大 但是这现在是属于他与黑袍人 两人间的战力品 如果持风想要就这样收走 这黑袍人自然是不会答应 而他拿出半神级战绩 与自己交换的话 其实这也算是合理 老夫我受你扮神级战绩 你让老夫收走这大地神中 如何 见得持风没有回答 黑袍人再次开口 问道 既然刚才想通了 再听到那黑袍人出声 持风道 可以 不过你的先交出那战绩 呵呵 你还怕老夫骗你不成 老夫还不至于骗你个毛小子 说话之时 一块白色奇异 手指头般大小 像骨头般的古石 出现在那黑袍人的手中 跟着 他将那古石放在了眉心之处 这枚古石 应该跟天恒大陆所用的预检差不多 用来刻录信息 随后 黑袍人便将那的古石递向持风 再次出声道 老夫已将半神级战绩刻录其中 日后能否修炼有成 便看你小子的悟性 持风没有答话 而是直接伸出去接纳古石 还未亲自验证 谁知是真是假 谁知这老不死的 是不是拿其他什么战绩欺瞒自己 跟着 时风便将那的白色古石 按在了自己的眉心之上 读取其中的信息 刚开始 时风的脸色还是一片平淡 但是渐渐地 时风的脸 猛然间跟着大便 忍不住发出惊呼道 半神级战绩 这就是半神级战绩 果然奇妙 虚空剑杀 哈哈 好啊 说着说着 时风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看来的此战绩 时风心中满是欢喜 由此看 这黑袍老头没有做手脚 时风锁得战绩是真 这招半神级战绩 名为虚空剑杀 以心感应天地虚空 融入天地虚空 与天地虚空一体 以天地虚空为剑 你有九星地级之力 如若你真将这招虚空剑杀 修炼有成 一剑发动 可有半神之力 不过你毕竟未入半神境 巅峰状态竭尽全力 也只能发动一次 然后便会精疲力尽 炼成这虚空剑杀 可发动半神之力 再加上自己万物之源 护身 可谓是如虎天意 好了小子 你已经看够了吧 再看下去 杀我们的人就要到来了 既然老夫兑现了诺言 你也该兑现了 黑袍人见时风 还沉浸古域中的虚空剑杀 开口对他说道 听到那黑袍人的话后 时风心神回归 按在眉心的白色古域旋即 便放入了除物戒指中 随后 时风身形一动 从大地神中上漂浮离去 然后落向了下方 满目苍蝇的大地中 呵呵 黑袍人见到时风 从大地神中上离开后 再次发出了喝笑之声 随后 他右手长爪 抓向了下方的大地神中 仿佛在黑袍人的力量之下 这大地神中 竟在急速缩小 看到这一幕的时风 按道这个老不死的 施展的应该是相当于 那血魔当日传授自己差不多的秘法 直至大地神中变得极小之后 被那黑袍人用手一吸 吸入到了他的手心之中后 他的身形 才开始朝着下方的时风落去 飘然落在了时风身旁 像是抬头望了望天空 跟着 黑袍人道 小子 我们走吧 我已经感应到 有好几股强大的气息 正在朝着这里接近 我们不走的话 就真的走不了了 嗯 时风点了点头 时风也是有感应到 四面八方 都有舞者气息朝着这边急速接近 地上 在时风与那地族少族掌第一战斗之时 便重新前回地底之中 而时风与地上因为主仆契约的存在 有着微妙的联系 心念一动 便与地上沟通 随后 在地上的大地之力下 时风与那黑袍老头的身形 再一次沉向大地 他们离开这片大荒最安全的路 还是这地底之路 就在时风与那黑袍老头离去没有多久 顿时间一道道身形 从各个方向不断破空飞射而来 停顿于这片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一片狼藉的丛林上空 很快 这里便有17名舞者到来 大都来自于不同的方向 各个不同的部落种族 全因刚才这片区域的战斗 被引了过来 一名身穿兽皮 身材壮硕的壮汉 望着下方狼藉的战场 到这片区域 还留有地族力量的气息 应该是地族勇士在这 与人战斗过 嗯 有尸体 这些尸体 怎么成了这样 顿时间 有人看到了那地面上 或躺或趴着十几道尸体 而且是十几具就好像死了几百年 已经变得干瘪的尸体 连忙发出了一声惊呼 随后 一道道目光 都是几句在地面那些尸体之上 一道道道西凉气的声音响起 这 这定然是那邪恶的山巫族所为了 他到底用了什么邪恶阴毒的功法 竟然将人折磨成了这样 我们这片大荒 又出现了邪恶的山巫族 前天夜里 还进入阎族部落 与阎族族长一战 还令强大的阎族族长炎烈受伤 这十几人 定然是那山巫族人所为了 而这山巫族人 修炼的功法实在是太邪恶 太歹毒了 此人 我们并要除去啊 有这邪恶的山巫族躲在我们这片大荒之中 我们这片大荒 将永无安宁之日啊 望着下方的战场 望着已经跟这片战场一样变得面目全非的尸体 众人连连说道 而这时 各个方向破空而来的身形也跟着越来越多 一一向这边几句 就在这时 躺在下方的那十五具干瘪的尸体 突然悬浮了起来 经过这些舞者的身旁后 继续朝着上空悬浮而去 随后 一道道目光 随着那十五道悬浮而上的尸体望向上空 紧跟着 他们望到了天空之上 蓝天白云之间 暴力着三道仿如皇者般的身影 第九百三十四张皇族 立足 满月族 是 是他们 他们竟然也过来了 当丛林奥利丛林上方的各族部落武者们 见到上空的那三道身影时 连忙今生大呼道 黄族部落族长黄西 立足部落族长英政 满月族部落族长月臣 随后 下方的武者们 缓缓吐露出上空三人的名信 这如皇者般奥利上空的三人 乃是三个强大部落的族长 他们的境界 皆在半神之境 他们什么时候到来 这些部落武者们根本没有发现 就好像他们是无声无席间 出现在他们的上空一般 十五道干瘪的尸体飘浮而上 飘浮到那三人身遭十遍遁止而下 静静悬浮着一动不动 三人面色淡然 开始打亮着这十五具干瘪的尸体 打亮了一会儿后 满月族族长月臣开口 道这些地族人的尸体 看上去死了很久 已经风化干瘪 其实死了到现在 不到半个时辰而已 之所以这样 应该是体内血液被吸进 就在月臣话音落下之后 皇族族长黄西道 没错 没有想到山巫族 竟然出了个修炼 如此歹读功法之人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这具无头尸体 应该是帝罗纳德 总以为自己天下第一的蠢货儿子 立义 黄西说到最后一句话时 三人的目光 都集聚在了那具干瘪的无头尸体上 这时 刚才到现在一直未出生的 立族族长英正 开口道 是帝罗的那个蠢儿子 没有错 帝罗这辈子 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 一直当祖宗搬捧着 传闻将帝族之宝大帝神中 都给了这个儿子 没想到 他这宝贝儿子竟然被杀了 哈哈 这下帝罗要是知道 他这蠢货儿子死了 该要发疯了吧 哈哈 满月族族长月臣 一副幸灾乐祸的模样笑道 这片大荒 各族部落都知道 帝族族长帝罗 对他那宝贝儿子 简直是失落珍宝 这下 珍宝被毁了 跟着 月臣又开口 对其余两人说道 既然这样 你们两位继续搜寻 那山巫族的少年 我就当当好人 将这具尸体送还给帝罗 哈哈 哈哈哈哈 听到月臣的话后 黄熙与英正没有说话 两人看向对方 相视一笑 他们两人都心知肚明 帝罗死儿子了 月臣那是要带着他儿子的无头尸体 去挖苦帝罗 早前他们就有听说 几年前 他们满月族与帝族 同时发现了一座矿脉 两个部落都想将那座矿脉战为己有 结果爆发了两族之战 在那场战斗中 两族各有不少勇士受伤 死亡 两位 我先走一步 月臣再次开口 对黄熙跟英正说 声音还未落下 月臣便抓着那具干瘪的无头尸体 身形一个闪动便消息 当黄熙与英正在看到他时 月臣已经抓着那具无头尸体 出现在了这片虚空的另一头 再一闪 月臣身形顺息 再次消失不见 步入半神之境 身形便可这般瞬移而出 无声无息的出现 无声无息地消失 令人捕捉不定 月臣走后 黄熙与英正在而相识 这地族 怕是又要不安住了 这地罗 这下要疯狂了 走吧 我们继续寻找那山巫族少年的踪迹 尽快把它找出来 此此不除 我们这片大荒 确实是永无安宁之日 黄熙对英正说道 嗯 确实地尽快找出此此 英正淡然笑着点头 说 此刻 他们已经不仅是铲除这山巫族祸害 还这片大荒一片安宁了 地义死了 而他们可是知道 地义生前 可是随身带着地族之宝 半神级战器大地神中 而以两人的敏锐感应 自然感应出 下方的战场 还残留着大地神中力量的气息 地义已死 这大地神中必然落入了那山巫族少年手中 只要他们找到那山巫族少年 将他击杀 那么大地神中 此时此刻 黄族族长黄熙 与立族族长英正 脸上都挂着淡然的笑意 随后在下方数十名武者的注视下 两个的身形一个闪动 消失在了他们的视线当中 随着他们的消失 那还悬浮在空中的那十四具干瘪尸体 纷纷而动 朝着大地掉落 小子 这虚空剑杀 你领悟地如何了 漆黑的地底之中 在地上的大地之力下 在黑袍人的方向指引下 他们三人的身形 还在急速穿梭着 刚才发出声音的 自然是那黑袍人苍老 沙哑的声音 虽在这地底下赶路 不过这一路上 石峰依旧一直沉浸在那半神级战绩 虚空剑杀之中 黑袍人的那声音 将石峰从沉浸中打断 石峰发自内心地感慨道 这半神级战绩果然精妙 不过也确实玄傲 这一路上 本少也仅领悟到一点点皮毛 要想真正大成 确实地花费不少时间与精力下去 哦 听到石峰的话后 飞袍人发出有些惊讶的声音道 这么短的时间里 你竟然就有所感悟 不会吧 以老夫这天纵之姿 当年领悟这半神级战绩 可是足足花了五天时间才领悟点皮毛 而你竟然仅过去两个时辰 便说有所感悟 小子 你该不会感悟错了吧 可千万不要没练成这半神战绩 反倒走火入谋了 哼 听到这黑袍老头的话后 石峰发出一阵不屑的冷哼 道 本少的领悟能力 岂是你等可比 曾经的九优大帝 可是天纵之姿 在天恒大陆中 便以自身战斗经验及物力 创下绝世九优战绩 石峰可以百分之百地坚信自己 自己对那虚空剑杀的感悟不会有错 更不会走火入谋 黑袍人呵笑道 呵呵 但愿你不会有错 老夫也不想看到你走火入谋 这时 石峰凝视着前方 问道 从这地底离开这片大荒 以我们现在这速度 还需要多久时间 如果一直按照现在这速度前行的话 最快 也得需要一个月左右 黑袍人回答道 一个月 还要这么久 石峰说 我说 是按照现在这速度 得需要一个月 黑袍人说 跟着又说道 而按照我们目前处境的话 老夫还真说不准的需要多久 我们才能够真正脱身 这话是什么意思 听黑袍人那话 石峰面露不解 问道 他好像知道了一些 自己不知道的信息 第935章 各强出动 呵呵 黑袍人又喝笑了一声 对石峰道 本来我们是不需要的那么麻烦了的 可是如今 地一死了 大地神中落入了老夫手中 听到黑袍人这话 石峰渐渐明白了 道 你是说 前面在这片大荒 搜捕我们的也就一部分人而已 而如今 为了那大地神中 将会引出更多的人 我们的阻碍将要更大 没错 黑袍人应道 跟着道 地族少族长必已身亡 地族至宝 半神级战器大地神中丢失 那帝罗 怕是要疯了 地族想必要全族出动了 这地下 怕是快要不再安全 而半神级战器大地神中的诱惑 其他各族 想必此刻都已经在蠢蠢欲动了 呵呵呵呵 看样子 麻烦将要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了 不 我的一人 一片茂密的大山林中 顿时响起了一阵如同凶兽般的怒声咆哮 整片大山 都因为那道怒声 而剧烈地震荡起来 大树不断地倒下 山体在不断崩塌 大地在不断开裂 猎出一道道巨大猙獰的猎口 一吼之下 竟仿如大地之神发怒 山巫族 我地族 与你们势不两立 山巫族孽序 我地罗 定要将他抽筋扒皮 拆下你的一根根骨头 用力捏碎 为我人报仇 啊 凡我地族勇士 全部随本族长走 沟通大地 找出那山巫族孽障 杀 紧跟着 在地族族长地罗的愤怒贺令下 一道道魁梧壮硕的身影 不断地从这剧烈震荡 破裂开的大地上飞射而出 传闻地族之人 天生清静大地 亦出生便修炼大地之力 在这片区域 地族拥有一个外族 很少有人进入过的地下领地 现在 凡是地族的勇士 接离开了他们地族的地下领地 从大地中破土而出 一道道身影冲向虚空 一股股战役 冲天而起 这片大荒 由于一个外人的到来 注定将不会安宁 一片广阔的虚空之中 一道年轻强壮的身影 傲然而立 俯视下方大地 仿佛这片大荒 静在他的脚下 此人看上去年纪轻轻 不过十五六而已 赤裸着上身 显露着坚实的身体 身着豹纹兽皮裤裙 长发披散 迎风飘荡 俊逸的面容轮廓分明 如刀削成的一般 呱呱呱 就在这时 远处的虚空 突然传来了一阵又一阵的怪叫之声 一只族有人那么大的黑色乌鸦 朝着这边急速逼近 听到那道黑色乌鸦的大叫声后 少年将头抬起 望向那飞过来的黑色乌鸦 问道黑鸦 有没有发现 呱呱呱 听得少年询问 黑色乌鸦再次张嘴 发出了怪叫之声 少年仿如能听懂这黑鸦的言语 咧嘴冷笑 道 好 很好 黑鸦 你快带我过去 再过半个月 便是阿爸的生日 我正愁着送阿爸什么礼物好 地族的大地神中 绝对不能落入他人手中 只能是我黑鸦族的 我白牙着就去收取 书画间 少年与那黑色乌鸦的身形同时一个闪动 便消失在了虚空中 下一个呼吸 他便与那黑鸦一同 瞬间出现在了前方那片看似还很遥远的天空 瞬息挪移 没有想到 这自称来自黑鸦族的少年 年纪轻轻 竟也步入了半神之境 据他刚才与那黑鸦的对话 好像那只大黑鸦 已经发现了大地神中此刻的踪迹 看来这地下 我们是藏不了多久了 持风三人 身形还在大地中急速穿梭着 这时 黑鸦人突然出声说道 其实不用这黑鸦人说 持风也早已感应到 大地之上 各个方向都有一道道气息 朝着他们这边急剧而来 看来 自己等人的行踪 已经被这片大荒的人 以各种秘法 或者一些手段给捕捉到了 以前自己几人走这地底之路要好一些 而如今 正如那黑鸦人所说 那地族青年被杀 大地神中被他们所拿 半神气的诱惑 就连半神强者都要为此而心动 现在 我们就离开这地底 快 就在这时 黑鸦人突然发出了一道凝重的低喝声 冲着持风喝道 持风连忙心念移动 沟通地上 三人的身形 朝着地面上急速浮动而去 而就在三人身形向上急速移动了三个呼吸之后 整片大地开始剧烈地晃动了起来 而持风能够感应到 有一股强大的力量 正正急在他们三人现在所在的下方 要不是刚才黑鸦人发出低喝声提醒 那么那股力量 正向的便是他们 强大的无形之力 有半神级强者到来 对我们发动了偷袭 持风在心中一阵冷喝 随后 持风通过地上的大地神通掌控这片大地 三人的身形以更快的速度向上急冲 不过也很快 他们的身形旋即便浮出了地面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山巫族余孽 果然藏在这地底之中 突然之间 一道男子的淡然笑声响起 紧跟着 持风便感应到 一股强大无形的力量 从天空朝着自己压了下来 就在那股无形之力即将压在持风的身上之时 持风的身上 顿时升起了一个金色光圈 持风的身躯 玄疾被护在了这个金色光圈之中 无形之力的轰击之下 护住持风的金色光圈 发生了猛然的波动 不过 金色光圈 还是将那股半神之力给底下 持风抬头 很快看到了虚空之中 暴力着一道中年男子魁梧强壮的身影 视角 威武的面容上长满胡须 身着瘦皮 手持一个瘦骨 打扮看上去到跟个野人一般 不过对于出现的这人 时风可不敢小事 刚才此人发动的 可是半神的力量 要是没有万物之源护身 时风知道自己的结局会是怎样 不过时风也发现 那个跟自己上来的黑袍老头 不知在什么时候 又消失不见 好像幽灵一般 在万物之源的护体下 上空那野人模样男子轰下的无形力量 已被万物之源给彻底挡下 跟着 那俯视着下方的中年男子再度开口 道 山巫族少年 果然有半神的力量 竟然能挡下我的攻击 不过遇到我 终究是你的不幸 既然你的命已如此 那便交出大地神中 我便让你死得痛快 甚至留你全失 第936张黑袍一线 脸色大变 遇到我 终究是你的不幸 既然你的命已如此 那便交出大地神中 我便让你死得痛快 甚至留你全失 金色光圈护身的时风 抬头望着上空那道威武雄壮的身影 听了那中年强者的话后 时风根本没有将他的话放在心中 时风现在在意的 乃是现在就出现这么一个半神境的强者 必须趁着其他人未到之前 将他斩之 如果自己吞噬这半神境的死亡之力 血液 还有那灵魂 想到这些 时风不跟上空那半神中年强者废话 身行直冲而上 冲向上空 准备撞向那人 用的绝技 也正是这几日自创的野蛮冲撞 既然你冥顽不灵 敢反抗于我 那么我便不客气了 让你痛苦地死去 在夺大地神中 见到时风竟然敢冲上来反抗自己 那中年男子一声冷喝 跟着 手中的瘦骨朝着下方冲上来的时风猛然一甩 目红而下 嘿嘿 小子 你挡下这道攻击便可 剩下的 便交给老夫好了 就在这时 黑袍人那苍老沙哑 又带阴阳怪奇的声音 突然在这片天地间响起 如以前一样 声音 仿如来自四面八方 令人捉摸不定 谁 是谁 听到那道声音之后 那奥利虚空如原始人般的中年男子 威武的面容突然一变 浮现是惊讶之色 连忙今生大喝道 谁 是谁 是什么人 给我出来 那道声音响起 有人躲在暗处 竟然连他这个半神级的强者 都感应不到那人所在 他如何能不惊 来者 这是多么奇奥的隐秘身法啊 不过那原始人猛然甩出的兽骨 蕴藏着半神的力量 这一刻 猛然砸在了冲飞而上的石锋身上 确切地说 是轰在了护着石锋的那个金色光圈之上 轰 两股半神之力相撞 一阵无比剧烈的轰鸣 旋即在这天地间响彻而起 空间随即产生了猛然的震荡 如浪潮般的波动 甚至是风周深的金色光圈 整个都激起了道道金色波纹 在不断波动 这金色光圈反应如此之大 看来那原始人般的中年男人 轰砸下的那兽骨力量 比之刚才压下的无形之力还要强大 不过 到的最终 这看着承受强大力量 眼看着即将可能被轰开的金色光圈 最终就是没有破开 抵挡住了那兽骨的强大轰击力 东 就在这时 突然一阵钟被敲响的钟鸣之声 突然在上空响彻而起 时风抬头 见到那原始人的头顶上方 图有一口青铜大钟浮现 正是地族之宝 大地神钟 大地神钟 见得浮现在自己上空的大地神钟 原始人般的壮汉一阵惊声大呼 原本他以为大地神钟是在那山巫族少年身上 想却是没有想到 山巫族不仅一人 大地神钟 也在那另一人的手中 大地神钟敲响 一道无比剧烈的音波力量震荡而下 震向那原始人 抬头面对着那大地神钟震下的超强音波 这原始人的面色突然在变 变得满是坚毅 看上去顿时间又变得满是战役 冷喝道 好 果然是大地神钟 终于出现了 便让我杀你们山巫族余孽 取这地族之宝 抢我战力 就在他喝声响喜之时 一拳直轰上空 呵呵 老夫倒要看看 你是如何杀我这个山巫族 杀了我 这大地神钟便属于你了 呵呵呵 就在这时 一道音笑声 突然在那男子的上方响起 大地神钟一般 一道黑色的身影浮现 正是那件黑袍 下方那粗狂壮硕的原始人 一拳直轰向上后 那大地神钟震荡下来的音波力量 旋即消散地无影无踪 但是当这原始人一见到那件黑袍时 坚毅 威武的面容上 双眼旋即瞪大 眼珠子看上去都仿佛要从眼眶中蹦出 脸上布满了惊骇 震惊的芝蓉 颤着声音大喝道 山巫族 黑 黑袍 很明显 见到这件黑袍 想起了山巫族的哪个人物 这个半神静的强者 再害怕 再战斗了 呵呵 黑袍人又想起了一阵清喝声 随后淡然开口道 既然你知道了我的身份 那你死在我的手中 也该无憾了 就在这黑袍人话音落下之时 他身旁的那口大地神钟 朝着下方猛然震下 照向那原始人 不 不 不要 见震下的大地神钟 感应着此刻大地神钟上传出的力量 原始人发出了满事不甘 惊骇的大吼 尽管知道对方的身份 尽管知道对方的强大 但是他要杀死自己 怎能让自己无憾啊 他不想死 他想活下去的啊 啊 原始人般的壮汉仰天 再次发出了一声震天大吼 如发狂发怒的野兽 一般在嚎叫着 运转全身之力 朝着那震下的大地神钟 一拳轰击而去 强大狂猛的力量 冲击向那照下的青铜大钟 但是强大的力量一进入中口 便仿如石沉大海 消失地无影无踪 那轰出的半神之力 竟然被那大地神钟给吞噬 而就在这时 大地神钟继而照下 转瞬之间 便将那粗狂的原始人 给照在了其内 然后继续急速往地面坠落而去 见到大地神钟下落 原本停下来看热闹了的石峰 连忙身形一动 往一旁一去 既然这老东西说了 接下的让他来 那么石峰也就没有必要再出手 自己在一旁看战斗 又合了而不畏 而且石峰注意到 这壮汉当见到那黑袍时 好像很忌惮似的 转瞬之间 轰地一声 青铜大钟与大地撞击的轰鸣响起 大地神钟落地 整片大地都仿佛发生地震一般 在不断震荡 战动 而这时 一道黑色的身形飘然而落 正落在了那个大地神钟上 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 这时 大地神钟不敲字响 一道道中鸣之声 从这大地神钟上响起 啊啊啊啊啊 紧跟着 一阵又一阵极度痛苦的惨叫 从这大地神钟内部传出 这声音已经不似人声 仿佛真跟野兽在痛苦的吼叫 没有什么区别 第937章施展虚空剑杀 大地神钟不敲字响 不断地想着被撞击的钟鸣 大地神钟内 痛苦吼叫声也是跟着不断 持风身形 也是飘然落于这大地神钟上 站立于那黑袍人的身旁 那半神强者被困于这大地神钟中 石锋在等待着死人身亡 然后开始行吞噬之事 这 毕竟是半神强者的死亡之力 魂魄 血液 石锋又怎么能错过 呵呵 黑袍人面向石锋 发出一道笑声 笑而不语 仿佛知道了石锋的心思 很快 野兽般的吼叫声已经消失 不再从青铜大钟中传出 而大地神钟自响的钟鸣声 节奏也变得越来越缓 跟着响声也彻底停了下来 开 这时 黑袍人右手从袖袍中探出 五指大张 掌心对着身下的大地神钟 在一股神秘的力量下 庞大的大地神钟正在开始缩小 而这时 石锋才仔细地注意到 这个黑袍人 声音沙哑 苍老 跟格老头似得 但是他此刻五指大张的右手 却是洁白 修长 倒向个年轻姑娘的手 随着大地神钟的缩小 渐渐地 原本被大地神钟盖住的身躯 渐渐地显露出来 此刻那原始人般模样的半神中年 已犹如死狗一般地趴在地面 石锋感应道 这人 还有一口气尚存 缩小的大地神钟 飞回到黑袍人的手中 石锋身形移动 朝着下方急速坠落 右手凝结剑指 朝着下方那具趴着的狼狈身躯 一指点下 使用剑招 正是刚修炼的半神级战技 虚空剑杀 在石锋的这一指之下 下方那道狼狈的身形上方 有一道无形的剑之力量浮现 嗯 身形还悬浮半空的黑袍人 将苏小飞回到大地神钟收回后 突然感应到下方传来的力量 波动 发出轻昂 然后低下了头 这小子 果然有着天纵之姿 才这么短的时间 竟然便将虚空剑杀 修炼到了这般禁地 轰 那道无形之剑猛然轰击而下 一声剧烈的轰鸣 在大地上响起 大地 再次开始了剧烈的晃荡 而在那虚空剑杀的力量下 那道趴在地面的身躯 已经变得支离破碎 化为了一块块血肉 仿佛被无形秉立剑给切割了一般 持风九幽冥宫运转 旋即吞噬了死亡之力 跟那缕从一块块肉块中飞出的那缕魂魄 随后 圣火的力量在而运转 一块块血淋淋的肉块中 那些血液朝着石风喷涌而来 一块块肉块 很快干扁了下去 持风吞噬了那半神强者的魂魄 本来就离突破已经不远了的灵魂之力 立即从五星地级 升为了六星地级 而吞噬了那对石风来说 有着棒薄能量的死亡之力跟血液 石风已经感应到 体内与圣火融合的那颗变态丹田 能量得到了猛然间的提升 达到了十分之一 这颗变态的丹田 能够让他达到这十分之一 也算是十分了不起的事 感应着自己丹田的石风 苦笑着自我安慰道 自己有了这颗丹田以后 日后突破的路还长着 这一次斩杀这人 看来受益最多的 还是你这修炼协毒功法的小子啊 这时 黑袍人的身形也下落 落在石风的身旁 说道 石风转过身 也望向了那黑袍人 说道 刚才我看到 这人看到你好像极为忌惮 你的真实力量或是身份 好像不简单啊 这是自然 黑袍人傲然出声 说 我们山巫族人 在这片大荒可是有着赫赫凶宁 见到我们山巫族的任何一人 他们都要忌惮 据我所知 这片大荒之人对山巫族人 见到那是满腔的恨意 恨不得将你们给生喷活泼 本嫂就是个很好例子 他们把本嫂怀疑成你们山巫族人 出动各族部落追杀 恨不得将本嫂杀灭 还这片大荒安宁 刚才那个粗狂邋遢之人 一见到本嫂 也是将本嫂当成了你们这邪恶的山巫族人 出手就要把本嫂杀死 而他见到你之后 是完全不一样的神态 产生了忌惮 震惊 骇然 可以看得出 你在他心中的影响很大 可令一个半神级的强者忌惮 甚至骇然 可见你的真正力量 身份 定然不一般吧 呵呵 黑袍人听了石峰的话后一笑 然后说道 小子 你可别忘记了 老夫可是修炼了半神级战技 虚空剑杀的半神强者 半神战技一出 那可是有着令人人都战斗的力量 老夫传授你此招 换得那大地神中 其实真正受益的人 是你 你刚才 没有动用虚空剑杀 石峰很肯定地说道 如今他正在修炼虚空剑杀 虚空剑杀这老不死的有没有动用 他自然清楚 那是老夫以前动用过 那个人应该见识过 现在还记得老夫施展那一半神战技的强大 还记得老夫那时候的风采 黑袍人继续解释道 就真的只是这样 石峰仍旧有些怀疑他的话 总觉得 没有这么简单 不过跟着 石峰也不再多想 也不再多管 管这老头什么身份 或是如何的强大 只要他带自己离开这片大荒 脱离这片大荒强者的追杀 那便可以了 自然是这样 黑袍人再次出声应道 接着 黑袍人又道 小子 我们快走吧 再不走 就又有强者杀来了 现在这种非常时期 同时出现三名 五名半神镜的强者都有可能 到时候想要脱身 就难了 好 走 石峰听了黑袍人的话后 默然点头 应道 这时 黑袍人抬头望向天空 再次出声 天色 看来很快又要黑了 小子 你我先在地底再走一个时辰 到时候天黑 我们再上来 老夫将动用秘法 我们破空而行 嗯 石峰在而点头应声 心念在移动 与已经潜伏地底的地煞在而沟通 运用大地神通 很快 大地再次变得如水一般 石峰与黑袍人的身形往下沉去 入的地底 肉身穿梭大地 继续赶路 第938章边走边修炼 三道身影急速穿梭大地 过了一段时间后 黑袍人突然在出声道 夜幕以来 我们去地面 好 在石峰的这一个好字之时 三道原本前行的身形 猛然间在这大地中朝上斜冲 很快三道身影便浮出了地面 正如那黑袍老头所说 此刻 夜幕已经降临了这片天地 夜空之中 有漫天的繁星点缀着 而石峰发现 一出这地面 这黑袍老头 又消失了 接着 石峰只听到耳畔 传来了一声声访如念咒般的低难 随后 石峰发现自己的身形瞬间隐去 引入了这片黑夜之中 不仅肉身背影去了 石峰发现自己的气息 竟也背影 好神奇的隐秘之法 这秘法 其价值绝对要比那半神级战技 虚空剑杀高 这老不死的 便是凭着秘法总是无声无息地消失 让人根本感应不到它的存在 石峰惊呼道 随后 石峰看了身旁的地煞 地煞并未受那黑袍老头的秘法 引去身形 身形只心念一动 地煞闪现血色光芒 被石峰收回到血色石碑之中 这时 黑袍老头的声音再次在石峰耳畔响起 有没有感应到 我向你释放的那丝气息 有 石峰应道 黑袍人说 我便按着这丝气息为你引路 你更好跟进了 如若你离我太远 身形将会显现 被人发现了被杀了 那老夫可不负责 随后 石峰便感应道 传向自己的那履 正开始了急速升空 石峰连忙不敢怠慢 身形移动 跟紧那履气息破空飞射 既然能引去身形 破空而行 他可不想曝露 破空的速度 可要比穿梭地底快上很多 可以更早地离开这片对石峰来说险恶的大慌 而就在石峰两人离开地底 改走虚空之路后没有多久 顿时间 夜空之中 有五道身影出现在了石峰三人刚才出土的夜空 接着 一阵惊一声响起 咦 那山巫族的气息 我刚才明明已经锁定 就到在此地底 然后浮出了地面 怎么突然凭空消失了 那道声音响起之后 接着又有人开口道 确实就连我也感应不到它的存在了 看来这山巫族 确实不简单 阎族部落传出消息 那夜阎列与他一战 都身受重伤 而且我们前面发现那被分割的尸体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那是犀牛族的西光 半神之境 跟我们相同的存在 山巫族那人 本来就是半神之力 之后杀了帝族帝罗那愚蠢的儿子帝义 夺取了大帝神中 可谓是多了得爪牙 如今我们失去了此灭障的行踪 在这坐以待毙 倒不如去找经夫 他那千里神境 不是说可洞悉这千里以内的一切事物 我们失去了这灭障的踪迹 可他那千里神境 说不定还监视着那灭障 嗯 既然我们找不到 便去经夫哪里瞧瞧 也免得让其他人先找到那灭障 走 一声低喝响喜 紧跟着那五道身影 便玄机消失在了夜空之中 而就在这五人消失以后 一道不屑的冷恒之声 突然在上空响起 哼 就凭你们 还想与我黑鸭族白鸭抢大地神中 冷恒响起之后 一道年轻的身影 如幽灵一般 在黑夜中缓缓浮现 模样像是在俯视着下方 在那年轻身影的身旁 还有一只庞大的黑色乌鸦 跟着 少年俯视的面目抬起 望向了前方无边无际的夜空 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巧合 这少年所望的方向 竟然正是石峰在密法掩护之下 破空所去的那个方向 黑鸭 我们走 接着 这自称黑鸭族 叫白鸭的少年淡然开口 随后 他与那只黑色乌鸦 便与一同消失在了这片夜空之中 躯空 剑杀 一片夜空之中 响起了一阵年轻的冷喝 而就在这喝声响起之际 一道痛苦的吼叫声旋即响起 一道魁梧壮硕的身躯 突然仿如被无数利剑给切割了一般 身躯旋即分裂 化为了一块块血淋淋的肉块 而在这些肉块的前方 暴力着一道身着洁白长袍的年轻身影 长发随风轻荡 沐浴在月光之下 此等风姿 此等穿着打扮 在这蟒荒大陆 这片葛个人足如原始人般的大荒 自然为有石锋独有 石锋刚才施展的虚空剑杀 一招之下 刚才所斩杀 身躯切割的 竟是一名拥有九星帝级战力的强者 而如今 九星帝级强者 竟也只在石锋一招下便被杀 足以想象这半神级战技 虚空剑杀的变态 其实 这已经是石锋在夜空破空飞行后 遇到的第五个帝级强者了 不过前面四人 战力不过在五星帝级左右上下 在石锋的虚空剑杀下 更加没有生还的余地 而石锋对虚空剑杀的运用 虽然疏离大城还有一段距离 但也确实越用越鲜熟 特别此刻杀灭的这九星帝级强者 也仅用一招足以 这小子 真是越来越令人吃惊了 黑夜之中 一道隐去的黑影望着石锋 逼语道 这一路破空 他们遇到了四个落单的武者 而石锋见到这四人 也通知这黑袍人停下 原先他也不知道石锋要做什么 不过在石锋杀死了第一个人时 他就知道了 原来这小子是将领悟的虚空剑杀 在他们身上使剑 至于杀死这些人 石锋自然不会感到丝毫的愧疚 这些人 可都是在寻找自己 要杀自己 想要自己性命的人 自然死有余辜 虽然之间有误会 他们误会自己为那山巫族 但是他们有误会就让他们误会好了 解释石锋觉得没有必要了 反正谁要来杀自己 自己便拼尽全力地不让他好过 就是这么简单 很快 石锋便吞噬了那九星帝 极强者的死亡之力 魂魄 血液 一块块干瘪的肉块 洒落向下方大地 与此同时 石锋的身形再次在黑夜中隐去 是那黑袍人在对他施展了秘法 好了 就快到了 就在这时 黑袍人苍老沙哑 淡然的声音 再在石锋耳畔响起 第九百三十九章九头黑凤 就快到了 到哪了 当石锋听到那黑袍人的声音 双眉一拧 面露不解之色 出声问道 因为石锋听他说过 当时穿梭弟弟离开这片大荒 最快也要一个月 穿梭大地要一个月 破空而行虽然要快上很多 但起码的需要二十天 怎么可能现在会到 所以 石锋认为这老头所说快到了 定然不是他们离开了这片大荒 而是到了另外一个什么地方 俯视身下 下方映入石锋眼中的 还是一大片无边无际的山林 呵呵 黑袍人没有回答石锋的话 而是发出一声喝笑 跟着笑道 你很快便会知道了 听到他的话 石锋双眉皱的更深 逼喝道 你搞什么鬼 你到底要带本嫂去什么地方 尽管俩人已经几次一同对敌过 但依旧只是合作关系 石锋对他的提防从未减少过 甚至此刻 石锋破空的身形突然间一个停顿 没弄清楚 他自然不会跟着这老不死的飞 这时 黑袍人在出声 笑道 呵呵小子 这几日 老夫与你一直同生共死 甚至还传你虚空剑杀 你竟然还怀疑老夫 记录虚空剑杀的古时 虽然是你给我 但那只是你我间的交易而已 石锋道 跟着又道 你既然没有不鬼之心 那么本嫂刚才问你到哪了 你为何不回答本嫂 小子 你看这天色 黑袍人说 天色 听到这黑袍人莫名其妙般的话后 石锋轻难一声 然后望向这天色 黑袍人再次出声说 老夫跟你说过 夜幕降临 老夫这秘法才能更有奇效 如今天即将破晓 我们继续飞行的话 呵呵 就等着被他们给包围击杀吧 经黑袍人这么一说 石锋才注意到 这天确实要亮了 这老头确实跟自己说过 天地重归黑暗 夜幕降临之时 可助他与自己隐藏 随后 石锋又道 那么前面你带我所去的 到底是哪里 蓝腰山脉 黑袍人道 蓝腰山脉 听到这四个字 浮现石锋脑海中的 应该相同于天恒大陆 妖兽山脉般的存在 蓝腰山脉 有强大凶悍的蓝腰存在 既然这天即将破晓 到时候我们的行踪 将可能被那些人给发现 我们便站先躲入 这蓝腰山脉之中 就算那些人敢进入 蓝腰山脉追杀你我 如果我们真的不敌 便引动那些强大的蓝腰凶兽 黑袍人说 黑袍人最后的话 没有说清楚完整 不过石锋已经清楚 如果到时候 他们真的不敌 那些追杀而来的强敌 便引动山中的蛮腰 来个两败俱伤 或是同归于尽 但是石锋可没有忽视 这个老鬼有着 那神秘玄奥的秘法 如果真到了 他们所想的那一步 怕是他与追杀的人 要面对山中蛮腰 而这个死老鬼 肯定会悄然溜走 不过 天真的要即将破晓 如今因为前几日 杀了地族那地义后 局势早已跟先前不同 现在的自己 好像除了进入这蛮腰山外后 别无选择 就连黑袍人都称那蛮腰山外的蛮腰凶兽强大 那么定然是强大 自己进入蛮腰山外后要小心谨慎 那么那些追杀而来的人如果也跟进去 定然也需要谨慎小心了 不像前面那样 肆无忌惮的奥里虚空 或是破空 有强大的蛮腰在 他们的视线及感应 也必然大受限制 影响 好了 既然我们已经无路可走 那么便入蛮腰山外吧 石峰开口 与那黑袍人说道 走 黑袍人苍老沙哑的声音在而响起 随后 石峰便感应到 黑袍人传来的那里气息 再次开始了急速移动 这时石峰的身形也连忙跟着移动 感应着那里气息 破空而追 石峰与黑袍人的身形 在这片夜空之中隐秘破空及时 而天 也正随着时间渐渐地过去 慢慢地沦为了一片灰蒙 而此刻 还在破空及时的石峰突然感应到 黑袍老头传出来的那里气息 朝着下方俯冲而下 感应到那里气息变化的石峰 也连忙不再犹豫 身形朝下俯冲 凭借这下冲的轨迹 视线扫视而下 落在了那一大片连绵不绝的山脉上 想必 那大片山脉 便是那老东西书的蛮腰山脉了 石峰确实有感应到 一股股凶悍气息 正从那片山脉中传来 甚至有其中几股 令石峰都感觉到心迹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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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跟着 一声接着一声的凶兽嘶吼 从那片山脉中传出 躯空之中 也时常因为凶兽的嘶吼 而产生如水波般的震荡 力 就在这时 突然一道灌鸟般的力笑之声响起 而石峰看到 一只漆黑巨大 布满毛雨 生有九头的大型灌鸟 从下方的蛮腰山脉中飞出 两只同样巨大的黑色双翼翼展 那只九头巨大黑鸟正在急速升空 力力力力力 一阵阵凶恶气力 撕心裂肺般的力笑 从那九指旁大的鸟头上不断传出 石峰此刻的目光 差不多全数凝聚在那正急速 接近自己的九头大鸟上 这九头大鸟仿佛 看破了那黑袍人 施展在石峰身上的秘法 九只鸟头 其其面向石峰 满是凶狠暴力 这模样 倒是有点像天恒大陆上的远古神兽 九头黑凤 冷视着那很明显冲着自己而来的九头大鸟 石峰冷声低难道 跟着 石峰又道 不过 远古神兽九头黑凤 乃是神级神兽 这头妖兽 不过进化至九星地级而已 或许是九头黑凤的后裔也不一定 这蟒荒大陆 本就与天恒大陆有着说不清 道不明的关系 当石峰急速下冲的身形 与那急速上升的九头黑色灌鸟即将接近之际 石峰的右手 已经凝结为了一道剑齿 跟着 一阵低喝随之响起 虚空 剑杀 一股强大无形的剑之力量 在石峰这阵低喝响起之时 便朝着下方那只巨大的九头黑色大鸟笼罩而下 厉厉厉厉厉厉厉 九指黑色大鸟头 玄机面露更加凶恶猙獰之色 想起了一阵接着一阵 听上去更加狂暴 凶残的厉笑 但是紧跟着 便见那九指黑色大鸟头 仿佛被无形大剑给猛力宰割了一般 一同冲天飞起 虚空剑杀 石峰这一招之下 便将这凶悍 暴力 拥有九星帝极力量的九头黑色怪鸟给斩杀 第九百四十张黑袍人的秘密 九头怪鸟在石峰的一招下而灭亡 九颗庞大鸟头冲天飞起之后 紧跟着 那巨大的鸟身 在虚空剑杀下 被切割成了一块块 吞噬了死亡之力 九道魂魄 还有喷涌而来的大量血液之后 石峰的身形不停 继续往下方的蛮腰山脉下落而去 而隐藏于虚空 不过一直注意石峰的黑袍人 再次见到石峰施展自己所受的虚空剑杀后 又是在心中唯唯一惊 这小子 这招战绩竟然又有精进 这是什么妖孽天赋 在这样下去不久 便真的离大城不远了 很快 石峰还隐藏的身形 落入到了白茫茫 雾气蒙蒙的蛮腰山脉之中 随着时间慢慢而过 太阳也跟着逐渐升起 散发着光芒笼罩大地 驱逐了这片大荒的黑暗与寒冷 带来了光明与温暖 随着石峰进入到这蛮腰山脉之后 随着天地间黑暗消失 重回光明 一道接着一道的身影 也跟着暗中闪入了这蛮腰山脉之中 这些人还真是不简单 这天一亮 他们便感应到了我们在这个鬼地方了 黑袍人出声道 透着原始气息的茂密丛林之中 石峰谨慎行走着 可谓是步步小心 生怕引起动静 引来丛林中那些凶满的妖物 懒是妖物存在的蛮腰山脉 引来一只妖物所闹出的动静 就有可能引来第二指 第三指 第四指 还可能引来更加强大的大妖 不要那些追杀自己的人没来 倒反被这蛮腰山脉的妖物们给干掉了 而此刻 石峰虽然知道那黑袍人就在自己身旁 不过这黑袍人早如往常一样 以密法引去了身形 自己根本看不到 感应不到 听到这黑袍人的话后 石峰道 那些人感应到我在这里 这是不用怀疑的事了 不过你这老不死 我看他们未必知道有你的存在吧 呵呵 听了石峰的话后 黑袍人只呵呵地笑了两声 没有说话 石峰见他笑而不语 冷喝道 你个老不死的 你找上本少 让本少越来越觉得你有什么企图 以你这隐秘的身法 再加上你的力量 你想独自离开这片大荒 早就离开了吧 你这小子 怎么又开始怀疑起老夫了 你看这一路上 老夫除了帮你杀敌 何时害过你 你竟然还不相信老夫 黑袍人发出满是真诚的声音 对石峰说 见到石峰仍旧一副不相信的神情 黑袍人又出声 道 再说了 老夫对你 能有什么企图 哼 听到黑袍人说完后 石峰发出了一声不懈的冷哼 说 本少自从遇上你这老不死的后 这一路上 都是你这老不死的在带路 你带的这路 是不是把本少带离这片大荒 本少不知道 但绝对是你想要去的地方 没错吧 呵呵 听了石峰的话后 黑袍老头又是发出一声喝笑 接着又道 这话说的 好像老夫很有心机 有阴谋 一开始便算计你四得 老夫哪里会是这种人 老夫一心为你 你竟对老夫说这种话 真是令老夫心寒啊 得了吧 你这老不死的 石峰再次满是不懈的开口道 接着说道 你应该并不是一开始就打算算计本少的 而是你进入大荒之后 刚好遇到本少从阎族部落出来 被阎族部落当成了山巫人 而你就刚好借用了这一点 便开始利用本少 如果本少没有猜错的话 那地族少族长 还有那的大地神中 也是在你的计划之中 就算不走我们地下路 你还是会带我去那的方向 然后将他给斩杀 是吧 呵呵呵 呵呵呵 就在石峰说完话之后 那黑袍人的喝笑声突然不断响起 看来 本少说的没有错了 听到那不断的喝笑声 石峰更加肯定地道 先以本少为小耳 再以大地神中为大耳 弄得像是在逃亡 实则你这是要引诱他们跟来 去你想带他们去的地方 说吧 你到底要带他们去哪 那地方是在这蛮腰山脉 还是我们到了夜晚之后 离开这蛮腰山脉继续赶路 呵呵 不简单 你这小子真是不简单啊 这时 黑袍人发出了一声感慨 说 你年纪轻轻 不仅有着妖孽般的领悟天赋 这观察 洞悉 分析能力 竟然都是如此的强 这些事 老夫总以为已经做的是天衣无缝了 确实没想到 全被你这小子给看穿了 也不知道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 竟这么聪明 听到这黑袍人突然停顿 石峰走动的双脚 突然一个停顿 以致被这黑袍死老头给利用 如果没有好处 石峰岂会让他再利用下去 见到石峰停下脚步 黑袍人在而出声说 小子 你这停下又是为何 如今走到这一步 你根本就没有退路了 如果你不继续前行 那等那些贪婪之人到来 你只有死路一条 哼 石峰冷恒一声 说 本少这辈子 最狠的便是被人利用 反正本少气息 应该已经被不少人锁定了吧 既然已经向本少追来 那么行走这里 或破空 或行走地底 又有何区别了 说着 石峰心念一动 一道血色红光在他身旁闪耀 地上 再次被石峰从血色石碑的空间中召唤了出来 一见地上出来 突然间 黑袍人那道黑色的身影 旋即在石峰的身前浮现了出来 连忙阻止石峰道 你这是要走地底 不可以 好不容易将他们引入这里了 再过不了多久 你的任务就完成了 到时候你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现在不可以 这么说 这蛮腰山脉 是你利用本少 带本少来的目的地了 石峰听了那黑袍人的话后 说 接着 石峰双目凝视着他 仿佛要将黑袍里的他看穿一般 说 这蛮腰山脉 到底有什么存在 竟让你 都如此用心 这神秘强大诡异的黑袍人 能够让他都心动的东西 石峰知道 定然不凡 我会让他看穿一般的 这种东西